一二一二 始于工商连接七山 始于中国走向世界 一二一二 国度盛会 七山云聚 神圣献祭 思想盛宴 二零二一 一二一二 大幕拉开 欢迎光临 三山云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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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多么想念遥远的家乡 我亲爱的同胞 养育我的古宝 你们是否安然无恙 听弟兄来消息 说臭地烧毁了城门 拆毁了生成思维连结的陈墙 我也不能没心中极其忧伤 半夜起来垂降 嬌声在山空回荡 熄来重见重见到他的城墙 起来重见重见星星的城墙 起来重见重见荣耀的城墙 先知的眼泪洒在一国他乡 起来重见重见这里的城墙 起来重见重见何以的城墙 起来重见维连结的城墙 上城墙在乡洋 又打财安康 陈墙在乡洋 当地遇到天光 也成为万一字幕 来重见维连结的城墙 藏着岂墙 boxxn 抖走无聊黄土地上的境迁闪亮 我四月心潮 心装起起忧伤 半夜起来垂江 叫声在山空回荡 起来重见 重见到他的城墙 起来重见 重见信仰的城墙 起来重见 重见这里的城墙 闲着的眼泪 洒在黄河长江 起来重见 重见这里的城墙 起来重见 重见何以的城墙 起来重见 重见真爱的城墙 神城才无恙 犹大才安康 神河才无恙 国民才安康 神河才无恙 与福音更烦 员炸 王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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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你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命 必修胜过的誓意 高雅的雪 和自己所牵着的刀 他们只死也不爱牺牲你 得胜着必要转白衣 得胜着必要的勇生 得胜着必要的心灵 得胜着必要与父在天 得胜着必要的心灵 得胜着必要的心灵 得胜着必要的牢 得胜着必要的心灵 得胜着必要的心灵 好的 这个我们要准备开始了 我们时间到 我们整点开始 我把时间控制一下 好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这个时间 是北京的上午 新西兰的下午 以及白美的傍晚和晚上 基本上亚洲 大洋洲 以及美洲 都相聚在银上 相聚在一趟 共同我们来欢呼 我们来感恩 我们举办 1212论坛 那么1212论坛 是2012年 12月12号 举办的第一届 那么这个时间 2012年 就12年 12月12号 三个十二 那么这个是100年 才有一次的日子 那么这个是 也是一个完美的日子 那我们知道七是地上 最完美的数字 12是天上最完美的数字 所以12代表上帝的权柄 上帝的国度 上帝的荣耀 我们就接着这个时间 举办了涵盖 在七个领域的仲山的国度论坛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212 使自2012年12月12日 一个百年一月的日子 12是天上最完美的数字 12代表着上帝的国度 上帝的权柄 以及上帝的荣耀 1212国度论坛 天国盛会 始于工商连接七山 始于中国走向世界 1212国度盛会 七山云聚 神圣献祭 思想盛宴 2021-1212 大幕拉开 欢迎光临 欢迎大家光临 可以说是再次的欢迎 那我们这个盛会呢 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看 现在已经到了400多人 我们线上呢 是可以容纳1000人 我估计很快就爆满了 然后呢 我们透过油管 也透过国内的转播号 这个在我们的海报里头都有 可以收看直播 所以再一次的欢迎大家 那么昨天呢 这个我跟一位老人 94岁了 他从我们第一届 1212就参加 那么这个十届 今年第九届 马上就十届了 他特别的关心 专门给我通了电话 同时呢 这个为我们祷告 我要再次感谢安宁 安老 感谢他在 121论坛上 为我们献上的祷告 那么感谢 很多的牧者 很多的弟兄姐妹 很多的教会 很多的朋友们 为我们献上的祷告 也特别的 再一次感谢 这个为我们守望的安老 这样的 这个我们中间的 这个老人 那我们知道文化呢 是有很多种 这个 但是本质呢 都是吃人 用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方式来吃人而已 这个我们多次讲过 我不展开 但是文明呢 只有一种 本质呢 就是不吃人 那么现代文明 我们说是基督信仰 说这个启示生发出来的 那么只有基督信仰 做到了 通过这个宪政法制 把吃人的 这种权力的怪兽 关进笼子里 把罪恶的权力 关进笼子里 同时呢 也透过信仰 把罪恶的人性 关进笼子里 所以呢 第一次呢 在人类社会啊 实现了不吃人 把罪恶的权力 关进笼子里 把罪恶的人性 关进笼子里 这个不是一件 浓义的事 那么只有基督 信仰所启示的 现代文明 做到了这两点 但是呢 我们看到 这些年 这个 西方为代表的 基督文明 现代文明 受到了重创 可以说很多的城墙 都倒塌了 所以呢 我们七年 1212论坛 以及新西兰 全球第一道光 祷告会的主题 都是重建城墙 我们一起来 听一下 七年的主题诗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主题 作曲 李宗盛 当地一道天光 照亮了树山公墙 我是多么想念 遥远的家乡 我亲爱的同胞 养育我的孤榜 你们是否黯然无恙 听弟兄来消息 说臭地烧毁了城门 拆毁了生成思维连结的陈墙 我也不能没心中极其忧伤 半夜起来垂降 叫声在山空回荡 起来重见重见到它的城墙 起来重见重见星星的城墙 起来重见重见荣耀的城墙 先知的眼泪洒在异国他乡 起来重见重见这里的城墙 起来重见重见合一的城墙 起来重见重见这来的城墙 生成在无恙又打财安康 当地一道天光 照亮了这个地方 我是多么想念遥远的家乡 我亲爱的同胞 养育我的爹娘 你们是否黯然无恙 是否黯然无恙 听地寻来消息 说丑地毁毁了城墙 偷走无了荒土地上的境迁闪亮 我四星长 我四星长 心中几球伤 半夜起来垂江 朝生在山空回荡 起来重见重见到它的城墙 起来重见重见重见信仰的城墙 起来重见重见这里的城墙 鲜尘的眼泪洒在风和长江 起来重见重见 起来重见重见和异的城墙 起来重见重见真爱的城墙 起来重见重见真爱的城墙 上河在无恙 过敏才安康 上河在无恙 过敏才安康 上河在无恙 过敏才安康 重建城墙很重要 但是重建根基更加重要 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根基磐石 中间有个私价的符号 那么也就是我们要把生命的根基 文明的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磐石上 我们今年的1212论坛副标题是 百年中国基督信仰以文明转型 我们要回顾过期的百年中国人所走的道路 我们要思考基督信仰以中国现代文明转型的关系 我们特别要在今天探讨保守主义和基督信仰 以及中国未来文明转型的关系 我们有几个单元 第一单元也就是今天的上午9点到12点半北京时间 我们会探讨思想者之身 百年中国以基督信仰 明天的上午北京时间9点到12点半 我们会从思想转入到行动 行道者之歌 前求善商以荣耀职场 我们会请到四位重量级的来自海内外的嘉宾 来分享他们在商业 在职场 在他们生命中的见证 第三单元也就是13号后天的上午9点到12点半 我们会探讨信仰者之光 做光做盐 以山上之城 同样我们会请到海内外 四位重量级的 实际上是五位 四个单元 五位重量级的嘉宾 来分享他们在 其他的各个领域的 他们的生命的故事和见证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 思想者之身 百年中国以基督信仰 我们今天特别要跟大家探讨保守主义 跟中国跟中国教会 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关系 同样的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重量级的嘉宾 何光护老师 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的教授 同时呢 也是一位大家非常仰慕 非常敬重的长者 那么刘金宁老师 他是以前我们知道这个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性的代表 那么这些年呢 这个他长向保守主义的生根 图版了保守主义的一系列著作 那么把保守主义的旗帜呢 在中国树立起来 这个非常的了不起 还有刘鹏老师 我们知道他既是美国问题的研究专家 更是中国首期子的宗教问题研究专家 刘鹏老师呢 我们会请他分享保守主义 以中国教会 中国基督教发展 那么现在三位嘉宾呢 都已经在云上了 何老师呢 要讲国人关于基督教的常识证物 刘老师要讲保守主义 以中国转型 刘鹏老师 然后刘鹏老师要分享保守主义 以中国基督教发展 这是我们上午的思想的盛宴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 我们第一位何老师 何欢呼老师 他的主题是 国人关于基督教的常识证物 有请何老师 能听见吗 听见 很清楚 何老师 好 大家好 先说一句 我在人民大学是宗教学教授 对历史呢 只是有点兴趣而已 几乎所有人对数学 都有一些常识 或者知道 一点算术 或者知道 一点几何三角 或深或浅 或多或少 不能强求 但是呢 不能错误 如果我们认为 二加三等于八 那就会对我们的生活 造成极大的危害 使我们的正常生活 没法进行 那么关于基督教呢 基督徒 都有一些知识 或者常识 或多或少 或深或浅 也不能强求 教会以外的中国人 也都有一些知识 或者常识 同样 或深或浅或多或少 不能强求 但是呢 不能错误 我们关于基督教的常识 有很多很多的错误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二十多年以前 我写了一篇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 讲到对于基督教 同中国现代化这两者的关系 中国的认识里面 有很多自相矛盾 比方说 大家知道 中国的最早的 现代医院 现代学校 现代化的很多因素吧 是从基督教带来的 甚至就是基督教的 传教师们带到中国 那么中国人喜欢这些东西 喜欢现代化 应该对他的介绍人 有感激 或者有正面的 至少是正面的认识 但是事实恰好相反 很多很多的国人 很多很多的知识分子 都没有这样一种感觉 或者只是持负面的看法 那是一个自相矛盾 我分析原因呢 好像是说 非理性的民族主义 我也 试看一下 前景如何 现在看来呢 前景并不乐观 现在的情况是 第一 误区 还存在 第二 自我矛盾 更厉害 所以第三 更加需要反思 这个反思的结果 在我这里 就是我们关于基督教的常识 有很多是错误的 这里呢 我们可以讲三点 今天想讲三点 常识 以及他的错误 这个 大部分人 都觉得基督教嘛 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佛教 多神教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 一神教 那么一神教 都是排他的 就是排斥他人的 这被很多人认为是个常识 北大有专家这么讲 中央明大有专家这么讲 日本的 著名作家写了十几本 罗马人的故事的 原野其身也这么讲 那么讲的对不对 如果说不对 错在哪儿 我们就来 讲一讲事实 白白事实 讲一讲道理 第一 排他什么意思 所以我所谓的排他 他概念变息 排他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样一种常识 或者知识 或者论点的人说 一神教 就是排他的 他相对于多神教 就是不排他而言 但是一神教 多神教什么意思 其实不涉及 排斥不排斥 一神教说 我相信一个神 这神是叫什么名字 多神教说 我相信很多神 这些神叫什么名字 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另外一种 对方的观点 但是不等于说 要排斥他 比方说 你说二加二等于八 我不相信 我觉得不对 但是这不等于说 我要排斥你 这个 一神教 首先讲的是 我承认一个神 你说世界上 有很多很多神呢 我不承认 我不相信 我觉得不存在 多神教是反过来说 我相信很多神 这些神叫什么名字 一黄大帝 王母娘娘 你说那个耶和华 有没有 我认为没有 我不承认 你说的造物主 有没有 我认为没有 我不承认 所以不涉及排斥 不排斥 那么第二个意思 排他的第二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说只有一个神 他说有很多神 你们有没有道理呢 你说一神 是什么根据 他说多神 是什么根据呢 这就是涉及一个 你是不是成立的问题 就这问题来说呢 如果讨论 愿意来讨论这个道理 叫做 不排斥 不愿意来讨论 不同别人讨论 这叫做排斥 如果这样的话呢 一神教 多神教 双方都有 排斥 或者都有不排斥 因为一神教这边 有很多人 愿意讨论这个道理 多神教这边 也有人愿意 讨论这个道理 基督教神学家 或者是佛教的 很多学者 高僧 愿意讨论 所以他就 也就是不排斥 最后是说 你是不是打压别人 他的观念同一样 你就打压他 这个如果定义为 排斥的意思 那么我们可以说 双方都有这种现象 双方都有排斥 对方的现象 也有不排斥的时候 比如说 和谐共处 我们看到耶路撒冷 现在是三教 三教的并层 那么就是说 有一些人 他是打压同自己 不同观点的宗教信仰者 有些是不打压 但这个打压 就宗教本身来说 他做不到 他要借助于外力 特别是借助于政治权利 所以这个问题 同宗教 以政治权利的关系 比方说 是不是政教合一 是不是政教分离 有关系 所以我们简单说 排他的意思 在一神教 多神教本身 是不成立的 或者说 哪一种宗教 一神教 哪一种宗教 哪一类宗教 比如多神教 他就是排斥的 或是不排斥的 这个是不符合事实的 那么最后一点 基督教同一神教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一般把它说成一神教 这是粗浅的说法 因为基督教同伊斯兰教 同犹太教不一样 他不是唯一神论 他的信仰对象 神是三位一体的 所以呢 他从唯一神论 有区别 不能简而言之 一神教 另外呢 他又不同 从多神教 也有很大区别 因为他 有一些神学家 或者有一些理论家 把三位一起的三位 绝对隔离开来 这就被基督教 称为三神论 三神论 在基督教是异端 他也不同意 所以基督教最好 叫有神论吧 古代的有神论 或者古典有神论 是强调它的超越性 那么 但是 从古到今 都有另外一派思想家 基督教神学家 强调它的内在性 既有超越性 又有内在性 这就是一种 辩证的观点 所以现在 神学家麦奎利 把它总结为 基督教的观点 不是唯一神论 不是三神论 也不是 只有超越性的有神论 而是辩证有神论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再讲第二个小点 这个排它是什么内容 谈到排它 或者包容 是对现代世界 特别是现代世界 宗教多元情况的一种描述 其实多元永远是常态 在宗教领域也是如此 现代社会更加明显 因为宗教很多 杂然分成 所以呢 有人把这个 叫多元主义 如果你说多元主义 是说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并层 很多不同的传统文化并层 那也是描述 如果你说 多元最好 大家都是有道理的人 人人都对 每一种传统 每一种宗教 每一种文化 都是正确的 那就是主张 所以这些主义 我们列出这些主义 其实有描述和主张 两种不同 描述是客观的 主张是主观的 那个我们看看 大家能看见这个PPT 所以我们就 简单的来分析一下 它的两面性 每一种主张的两面性 比如说多元主义 这个如果你说 世界的常态如此 没错 如果你说 所有的文化 所有的传统 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主张 所有的主义 都是一样的正确 那就大没有果然了 比方说 这个罗马宗教认为 罗马的某个皇帝 他功劳特别大 他死了就变成神 这是一种主张 又比如说 基督教主张 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 每一个人都是 有可能会犯错误的 甚至可能会犯罪的 这又是一种主张 一种主张 你说这两种主张里面 没有真理和谬误之分吗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还有绝对和相对 有人说 所有的主张都是相对的 所有的标准都相对的 所有的文化都相对的 所有的宗教也相对的 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下 在古代很多宗教 把活人用来献祭 把刚生下的小婴儿 杀来做神的祭品 这个至少在现代看来 是绝对不正确的 没有什么相对正确之源 还有优劣和对错 难道所有的文化 所有的传统 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主义 没有优劣对错之分吗 比方说 把一个小小的女孩子 生下来以后 就把她的外阴部 完全割掉 完全切除 这个东西 难道 现在可以容忍吗 那么 相对来说 一个小女孩 生下来以后 三岁五岁 就把她的脚 抹起来 不管她的肌肉 皮肤抹缩 还是骨头断裂 一夜马上 包起来变成小脚 这样一种文化习俗 难道没有优劣对错之分吗 这是我们的一个看法 好了 我们照样的第三点 来总结一下 基督教统 这个排他主义 无关系 前些年有一份 国外的中文杂志 把一个英国神学家的文章 登出来 要一群中国学者来评判他 那个神学家说 我们就要排他主义 我们就主张排他 怎么了 公开主张这个 所以所有中国学者 起而攻之 你这个是 狂妄至大帝国主义 人家邀请我 我也来评论一下 我就看文章 他的文章的结果是这样的 他主张 基督教信仰 强调爱 对人的爱 所以就要反对仇恨 所以如果一个张三女士 他们来主张仇恨 那么对这个张三女士本人 我们还是要有爱心 希望他灵魂得救 希望他改正错误的观点 但是我们要坚决排斥 他主张仇恨的那套说法 坚决排斥 他主张仇恨的那套主张 我把这个排他主义 叫做刀子嘴斗腐心 很多基督的神学家 有些人知道 比如说约纳斯 他主张所谓他者的观念 什么叫他怪怪的一个名词 就是同我们不同的人 不同我们 同我们相依者 这些神学家说 上帝是个最大的相依者 同我们不一样 又说别人也是相依者 就所谓他者 这些神学家或哲学家主张 他人的面孔 就是上帝的面孔 意思就要绝对尊重他人 这样一种排他主义 的宗教居然会有这样的观念 这不是有点奇怪吗 还有一个美国学者叫亨秦顿 他提出所谓文明冲突论 中国学者起而攻之 说你这个就是帝国主义了 就是强硬鹰派了 就是想喜欢打架了 我们中华文明不是这样的 我就把那书找来一看 他讲这套东西是想避免文明冲突 他说文明之间有可能发生冲突 我们所以要想办法来一先避免 他是想要和谐 不是想要冲突 关于这第一个大话题 我们还有第三小点 这是关于史诗 我们也来看史诗怎么样 史诗变息 刚才也提到一神教和多神教都有排他的情况 特别是一神教里面排斥自己内部的异端思想 更加明显 多神教又排他的情况 比方说基督教在早期受到三百年的迫害 常常还是政府发动的 皇帝发动的 那么发动的根据是什么呢 根据就是多神教 罗马和希腊的宗教大家知道是多神教 所以多神教排斥一神教 这是一个例子 又比如说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在早期 穆罕默德在卖家 为什么要出手卖地纳 他也是因为受到阿拉伯民族的传统宗教 也就是一种多神教的排斥 又比如说中国有四个皇帝 三五亿宗灭佛 消灭佛教 那其中有些皇帝就是受到道士们的怂恿 有些道士得到他的亲来 然后呢鼓吹他去消灭佛教 所以这两方都有这种现象 那么原因何在呢 原因绝不仅仅是宗教的 而有多方面的原因 比方说有经济的 三五亿宗灭佛 有些皇帝包括唐代的灭佛 这个唐武宗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说 哇寺庙不交税 对国家经济有害 和尚是无父无君 无父不孝敬父母对社会有害 无君不当兵 对国家的政治有害 所以这个所谓排他的现象 其实不仅是重要原因 我们再说一遍 是有经济的 社会的政治的多方面的原因 那么最后一点也讲 基督教跟这个史实的关系了 在古代我们再说一遍 基督教是受到排斥 而不是排斥病 我刚才说到在罗马帝国 他在产生罗马帝国的第一个世纪 然后在三百年当中受到祸害 受到排斥 那么在中古时期呢 他曾经排斥 主要是排斥他的内部的异端 也有十字军东征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再次提到 十字军东征 这样一个大大的现象 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承认这一点 经济的原因 政治原因 社会原因 而不仅仅 还有民族的领土的等等原因 而不仅仅是宗教原因 那么在现代呢 这个至少就就叫来说 排斥现象 基本上 基本上 不存在 或者越来越少 我们下面举到两个例子 为什么说到 从被压迫者到莫说反腐呢 被压迫者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始人 恩格思 对于基督教在古代的一个 组成成分的基本描述 说基督教是被压迫者的宗教 奴隶的宗教 利农的宗教 农民的宗教 失业者的宗教 无产者的宗教 等等等等 所以他当然是受了排斥 莫说反腐什么意思呢 是我亲身一个经历 一个小事件 我有2005年 我在英国碰到那个 所谓G7 就七个西方强国的会议 在爱丁堡举行 看到很多教会 动员了很多基督徒去 会场示威 他们举的标语口号里 其中有一条是 不要再说反腐败了 什么意思 因为七个西方强国的首脑 说我们对第三世界的援助 很多都落到了 那些腐败分子的手里 那些腐败的政府的官员的手里 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事 这些基督徒 他们就说 你们应该援助第三世界 不要说人家腐败了 连这个事情都不要提 这就是他们的排斥 我们刚才提到耶路撒冷 这里再提一次 有人说一神教排他 最典型的三个一神教 一犹太教 二伊斯兰教 三基督教 恰好这三个宗教的圣地 最重要的建筑 都在一个小小小小的 一平方公里大的城市里 你们知道 那个金顶的清真寺 耶稣的圣母大教堂 还有犹太教的圣殿的禅祭 枯墙都在一块 现在一个以色列政府控制了这个城市 控制了很长时间 但是这三个宗教 以及他们的圣地还在那里并存 所以三个一神教排他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么总体来说 在西方国家 宗教的多元化最盛行 法国有7%或者8%的穆斯林 英国一个伦敦城里就有 激进派的清真寺就有60多个 另外在德国 大家都知道 前几年叙利亚难民事件的时候 一个德国就接收 一百万的叙利亚难民 都是穆斯林 绝大部分是穆斯林 其中不排除有恐怖分子 这就是关于排他的史实 在现代的情况 好 我们关于基督教的一个 大家认识是常识性的知识 就是基督教侵略 那么一种说法是 传教士一手拿圣经 一手拿枪炮进到中国 我们的全国主管宗教的高级官员 在演讲中 我亲自听到这个说法 他说佛教是骑着白马到中国的 到长安嘛 大家知道 基督教是骑着炮弹到中国的 我们关于这个事情呢 也要摆事实讲道理 基本事实是 基督教四次进入中国 第一次唐朝 阿罗本主教到长安 唐太宗派宰相到城门迎接 接到宫殿里翻译经书 给他讲经 第二次元朝 孟高文诺主教 受教廷派遣 做使节到北京 中国皇帝 把他接来 留在北京 让他传教 第三次 明朝 一马都 以及他的伙伴 到广东 到南昌 到南京 到北京 是不是起码不知道 第四次 1807年 马里逊 到广州 到香港 肯定没有骑马 前面那两位骑马 是白马黑马 我们不知道 但是肯定不是炮弹 所以基督教 传进中国的四次 都是和平的交流 不是骑炮弹 一手拿枪炮 发动战争 当然中国受到 多次的外地入侵 但是基督教 和这件事情 什么关系呢 他在侵略当中 是敌人还是朋友呢 我们 看那些皇帝 对基督教的友好态度 不太可能是敌人 我们随便 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 当明朝 受到满清 入侵的威胁的时候 德国传教士 唐若旺 帮助中国 造大炮 抵抗满清 入侵 满清入侵以后呢 意大利传教士 毕方济 帮助中国 班旧兵 甚至跑到澳门去 请葡萄牙人来帮忙 打退满清的侵略 德国或者是奥地利的 传教士 齐安德 为了帮明朝皇帝 班旧兵 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因为他被清军抓住 被处死了 一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 法国会比利时的传教士 雷明远 做了大量的工作 包括组织医疗队到前线去 救助中国的商员 在中国 从法国 发生一些关于赔偿 之内的纠纷的时候 他总是站在中国里边 他甚至加入中国国际 这些人 是中国的朋友呢 还是敌人呢 好 我们关于基督教的一个知识 或者被认为是常识的论点 传教士们都是鸦片贩者 西方的特务 区利的特务 好 我们来看关于鸦片 两面的事实 这个 有个别的传教士 曾经坐的 泛鸦片的船到中国 但是这是普遍 还是个别 他们是来支持 帮助 泛应鸦片 还是别的目的 另外呢 一个很大的事实 恰好是 大量的传教士 特别恰好是英国传教士 在中国掀起 反对鸦片运动 他们出小报 办杂志 宣传鸦片是坏东西 很多中国人不识字 他们就画成漫画连环画 说一个有钱人家 孩子怎么吃了烟 然后呢 就吸了鸦片 夹到 就败落 宣传吸鸦片的坏处 但是当时中国已经 变了 很多人不单是吸烟 还中烟 朝廷不光是不禁烟 把禁烟的人赶走流放 林哲习 而且还让鸦片合法化 以便自己好收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发现 干脆吧 我们回到源头 回到我们的祖国英国去 发动反鸦片运动 结果回去呢 这些传教士组织了 反鸦片的团体 这个向英国的老百姓和国会 上上下下宣传 贩卖鸦片的不道德 很多英国人认为 从上到下都认为 哎呀鸦片嘛 就像白酒一样了 就像酒内一样了 喝一点是可以的 吸一点是可以的 不要上瘾就行了 所以他们被认为是 多管全事 冒天下是大不为 结果这些传教士 坚持 又是办报纸 又是办杂志 又是罚动签名运动 又是上街做宣传 最后奋斗了几十年 好几十年 才让英国国会宣布 翻译鸦片是非法 违法 在此之后 中国皇帝 中国政府才下令 宣布 翻译鸦片是非法 所以我们对这些事情 还是描述的方式 也就是说是先入为主呢 还是实施求是 这是我们的思想方法 问题 所以会把错误当成 常识 最后还是讲一点 那基督教对中国 既然他们传教士 至少整体来说 不是鸦片贩子 不是西方特务 他们对他们本国的侵略 常常都持反对的态度 批判的态度 那么他们 就是要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 是在刚才说的经济政治上 因为鸦片涉及经济 也涉及政治 那还是在宗教文化上呢 我们认为主要是在宗教文化上 或者反过来说文化宗教上 从利马斗到马里逊 利马斗 把什么数学 文力学 这个天文学 或者历法 或者农业知识 介绍到中国来 那么马里逊 办英华书院 翻译圣经 编辑词典 都是在做文化工作 但是他们的目的是在宗教上 戴德森 从戴德森到伯格里 伯格里是在贵州石门坎 非常著名的传教士 戴德森 大家应该更熟悉 他们的重点放在传教上 所以我说他们的工作 主要是宗教文化 这两方面 那么我一提到 从李奇摩泰到斯鲁雷登 这两个人呢 是大量的参与了中国的政治 但是是什么政治呢 比方说李奇摩泰 他从梁启超 康有为 都是好朋友 甚至被康有为 推荐到光绪皇帝那里去 也就是说 他从维新派是好朋友 他主张中国要维新变法 进行改革 使中国变得更强大 斯顿雷登 大家知道他 后来是当过北京大学校长 也当过美国的苏华大使 那么他也是从传教事业 文化事业 或者宗教和文化两回面出发 他也希望对中国的政治 有所影响 这就是我说 经济政治的影响 是次要的 是间接的 但是宗教文化影响是主要的 这就是我们客观的一个事实 那么还有一个被证为是 我们第二大点当中 也讲到基督教侵略 那么有些人说 就算他不会侵略 他是文化侵略 他没有拿羊枪羊炮 但他文化侵略 最后他同中国的儒家文明事 造成文明冲突 这我们也值得说一说 有两本书 标题就很有意思 一本叫 《中华归主》 它是1920年代 在中国的传教机构 把刚才我们提到的 传教机构在中国办的学校 办的医院 办的慈善机构 养老院 孤儿院 等等的 这些方面的事业 把它做一个 分类的细致的 详尽的资料收集 以便留给后人做研究用 这本书取了名字 《中华归主》 但是 在前些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 我在那里工作很多年 很多专家 把它重新翻译出版的时候 出版社提意见了 这个书 标题有问题 《中华归主》 这不是文化清廉吗 帝国主义吗 不能用这个名字 后来 为了出这个书呢 就改名为 基督教什么什么年代 在中国 什么什么事业的一个资料 统计 汇编之类的 反正听起来是很没劲的一个名字了 最后还是出版了 另外一本书 小得多 他的书名叫佛教征服中国 我看这个书出了 好像出版社没提意见嘛 不然怎么没有改呢 你看这两个名字 第二个名字比第一个名字 更加有一种 政治性 当然他完全没有 其实他没有政治性 甚至有点军事性 但这个没有军事性 也就是说 实际上中华归族也好 佛教征服中国也好 这里边内容讲的都是传教 希望一个民族能信仰一种宗教 不管是基督教 是佛教 绝不是在讲政治军事的征服 而只是在讲宗教 无法传播 对不对 本来宗教文化 它也不存在什么 清不清理的问题 后面我们再讲到 那么我们还可以讲到 第二点也是很有趣的 我们从小就知道一首一句唐诗 叫春风不渡玉门关 说的是中国西北边 到中亚西亚 那条道路上经常发生战争 万里长征人未还 这个死了很多人 白骨累累 尸骨成山 古代的战场的可怕的景象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同样一个地方 也就是与中国同西亚 同西亚同西亚同西方进行友好往来文化交往以及通商经商的必经之路 好了 那里既发生战争又有文化的友好的交流 同一个地方 甚至在同一些时代 同一些朝代 比方说都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么 友好的交往 从战争侵略的战争或者是征服的战争 发生在同样的地方和时间 空间和时间是重叠的 能不能把那两件事情互入一谈呢 能不能说文化交流就是侵略呢 或者侵略就是文化交流呢 当然不能这么说 它是时间空间上的重叠 偶然的重叠 但是这两件事情性质完全两样 而且这个交流还不是单向的 而是双向的 对不对 双向的 你影响我 我也影响你 这就是文化的本质 所以我们讲第三点 就是要有文明冲突 这个文明一定会有冲突 但是一定只有冲突吗 我们要问 文明也好 文化也好 他们更多的方面是要共处 他们必须共处 世界上必然有不同的文明 和不同的文化 但是需要共处 而且他们必然会交流 到交通一方便 他们就会来往 就会杰出 杰出就会来往 来往就会交流 交流就最终会有一些融合 这才是文明的大势 才是所谓大势所趋 所以我们才说 说文明一定要冲突 亨廷顿不这么说 但是如果这么说 显然是错误的 显然是不对的 他说要避免冲突 有这个可能性 我们要避免这个可能的危险 这个文明冲突论 就跟文明侵略论 文化侵略论是有点关系的 文化怎么侵略呢 文化是要 它是要通过 说服人 打动人 或者感动人 不是打 而是感 是感化 它是通过 说服 感化 去征服 对方的心 你是靠武力 靠拳头 你能让人家 服你这文化吗 人家就接受你嘛 所以这个说法 很逢谬的 那么文明冲突也好 文化侵略也好 是同样一个逻辑 其实文化安全 也是同样的逻辑 从文明冲突 文化侵略 文化侵略 衍生到文明冲突 同样逻辑 要侵略 当然就要打仗 叫冲突 然后呢 为了不要被侵略 我就要追求我的安全 这三者是相关的 这三个论调是一样的 好了 最后我们讲的第三个 最后一个 我们认为是常识 其实是有问题的 知识 就是所谓传教士阴谋 我就有个好朋友 我不说他名字了 也是一位大学教授吧 他就经常说 哎呀 你们这个立马斗是什么人啊 立马斗用一些科学 雕虫小技 什么奇迹赢巧 来赢得中国皇帝 中国斯大夫的心 什么徐光启之类 都是被他用这样的技巧 来达到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没说出来 他就是要人家信仰 他的那个宗教呗 这是所谓传教士阴谋论 其实不止一个人 也不止一群 一些人这么说了 有些人认为是个常识 好了 我们就要来谈谈这个事情 究竟第一是阴谋 还是阳谋 这个传教士 他们都有 都自称为传教士 我们也称他们为传教士 历史学家也称他们为传教士 为什么不说他是传科学士呢 比如说立马斗 我举的第一个例子 立马斗 他的水平在当时的 明朝的那个时代 应该是头号科学家了 在中国来说 他可以算头号科学家了 他掌握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知识 徐光启的数学 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可以说 很几何学 他实际上不过是采取了 不同的传教路线 就是说 我先讲科学 讲文化 从上层人士 从知识分子杰出 这是我传教路线 这是一种传教路线 他并不隐晦 否则他为什么要写天主实义 为什么要写很多传教的书记 同如生对话的书记 那书很精彩 你现在去看的话 古文是地道的古文 比现在很多假古文 好了多多多多多 很贬雅 那么还有戴德生 代表另外一种传教路线 我们现在有提到他 他是要向广大的劳动人民 下层人士 传播基督教 他所谓的福音 所以他们采取是不同的 传教路线 你不能说立马都是阴谋 他只是走的路线不一样 一个人很难同时生活在官员里边 人生里边 同时又生活在 这个少数民族的农民里边 所以是不同传教路线而已 一句话 他们都是阳谋 我就是要来传福音的 我就是要希望中国人信仰上帝灵魂得救的 那么另外一条路线 还有第三种路线 社会进步路线 我们说 举例说 从富兰亚到李奇摩泰 这两位也是英文 富兰亚翻译了很多很多的科学 还有技术的书记 李鸿章 这个张志栋 要办洋物运动 很大程度是赖他的帮助 他不单是翻译那些 只有专家 才去造办的 造船 造炮 造枪的技术 而且他还办科学普及的杂志 就是格志新报红的 他传播物理学的知识 传播机械的知识 他是侧重在帮助洋物运动 洋物派来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 还有我们又一次提到李奇摩泰 这个人他其实对科学技术有兴趣 他自己设计过飞机 他也创办用赔款 用教案的赔款 来办山西大学 那么他走的路线 其实从富兰亚 也有区别 但是有相同点 就希望中国社会进步 刚才说到他的办法是 他的路线是 从什么 这个康有维亚良体操儿的交朋友 办报纸 办杂志 让中国人认识到 我们中国需要改革 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 所以他对于这个物序维新变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就是不同的路线 但是他们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他们都没有阴谋 都扬谋 为什么有这样的阳谋呢 我们又要总结到基督教同这些说法的关系 那基督教他的事实真相怎么回事呢 他就是要传教 基督教天生的一个使命就是要传教 因为他们所信仰的对象 耶稣基督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这是我对你们的命令 神对人的命令 人 其感不听 传教士其感不听 所以这是他们的阳谋 那么阳谋有可能是好意 有可能是恶意啊 有些人做坏事 公然的做坏事 所以你也不能说阳谋都是好的呀 所以我们再提问题 是恶意还是善意 那么因为刚才提到了 基督教他的基本的诫命有爱上帝 爱人如己 这两条 耶稣说是最大的诫命 爱人如己 最大的爱护 就是要帮助别人的灵魂得救 所以 他至少 你可以不信这一套 但是你 你至少从他的观点来说 他是善意吧 不是恶意吧 他想帮助人 想爱人 想让人灵魂得救 你不能说是恶意吧 是阳谋 又是善意 另外一点呢 福音和灵魂的关系 我们下一个标题 对不对 这个 说法 每一个灵魂都值得拯救 大运号 什么意思 剑桥中国史的 主编之一 一位中国历史学家 叫刘广经 他总结 很多传教士 他总结一个 很多关于传教士的 目的何在的 这样学术会议 对那学术会议的论文集 做这个导言 做序言的时候 他说 总结出他们 就是一个想法 他们认为 每一个灵魂都值得拯救 不管是在中国的 是在非洲的 是在澳洲的 是在美洲的 所以他们来中国 另外呢 同我们一般的国人 关心的问题 更加 直接的是 基督教在这件事情上 同这种观点 有什么关系 他是同利 他主义 关系 因为同样 这些 这个刘广经 总结这些传教士的观点 他们认为 每一个人都应该 得到机会 去发展他的才能 所以他们要到中国来 让中国也得到机会 去发展他们的才能 所以他在中国 办学校呢 办现代学校呢 最后我们 最后一点 那么 如果有些人 虽然有善意 但是他做主要是坏事 即使他的目的是好的 他就是阳谋 而且善意 他也可能做坏事 我们就要看 是坏事还是好事 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 是这样的 你们大家来说 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请我们的国人 来看是好事还是坏事 因为他们 觉得应该把西方文明中 自己觉得有价值的 那些因素奉献给 其他民族 所以他们 觉得有价值的 西方文明是哪些东西呢 科学 技术 医疗 卫生 教育等等等等 新闻出版等等等等 所以 传教士们才把这些东西 带到中国 推广 发扬 广大 我们提到这些 哪些不是呢 第一张报纸 传说是办的 第一份杂志 最现代的医院 现代的学校 现代的卫生 现在的体育 现在的科学 刚才说到洋务运动 改良运动 甚至后来的辛亥革命 他们都 可以见到他们的生意 所以 第二点 我们看 又是看是好事还是坏事 他们让西方 西学东建 就是西方的 刚才说到了数学啊 科学啊 这个农学啊 军事学啊 武器制造啊 到了中国 西学东建 还有中学也西建 中国的四书五经 儒家佛家道家 这些东西翻译成西方文字 传到西方气 这是好事是坏事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人文学科 传到中国来 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们自己可以判断 最后一个 你们看是不是好事啊 就是基督教 和精神提升 有什么关系 起了什么作用 我们用严富的话 严富说 教者 所以群演之 深浅为高下 就是说 宗教这个东西啊 它同一个社会的 进化的程度 有关系 就可以分高 分高低深浅 而常有以 旧民性之偏 就是说 他常常 宗教常常可以 用来纠正 国民习性的偏差 金甲 警教大学一词土 就是说 假如 现在我们假定 设想一下 如果 警教就基督教了 如果基督教 大大的流行 在这块土地上 在我们国家 其然 取人之缺点 而补及之 他就能 把人的缺点 拿出来 给他修补 给他矫正 代无疑意 这是没有疑问的 且无国 小民之众 往往自有生以来 未受遗言之得益 这句话呢 我觉得他 也我不太同意 他说 我们国家 何老师 没有受过得益 许是啥子 他说 一旦有人 你以地天之城 使而有尔提而灭命 何老师 你只要 存一相而不弃 此于教化 请悦小谷 说 一旦有人 用上帝的名义 讲上 来一个我们的 尔提面 来教我们 让我们知道 唯认的道理 最重要的是在于 互相亲爱 而不要 何老师 您的时间快到 我要在几分钟之内 帮你走 谢谢 所以说 我现在给你提 最后一个问题 您简单回答 您就可以下线 您前面讲得特别好 就是这 可以说 从义和团 到非基督教运动 一直到今天 中国人 中国知识分子 充满着对基督教的误解 也导致了我们一条 所谓的非基督教的路线 那么这样的一个 错误的认识 以及这样一个 非基督教路线的选择 对近代中国 现代中国 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和恶果 好 我刚才讲严父的话 最后一句话 我们把它讲完 我觉得严父讲得很重要 唐太宗讲得很重要 他说 如果有一个宗教 用上帝的名义 来教老百姓 我想这很重要 比老师教得要有效果 使自人 使他知道为人的道理 最重要的地方 在于相互亲爱而不 欺盟拐骗 假冒伪裂 重要是这个 此于教化 企业小谱 这对于我们国民的 教育化成 难道只有小小的好处吗 所以我才说 唐太宗的话 就总结 他研究了两年之后 基督教传进两年之后 他才发布一个造书 给全中国的人说 这个宗教 既物利人一心天下 就是对人对事都有好处 最适合推行到全世界 在唐太宗的总结 那么所以我们发现 这个我们对基督教态度里面 自相矛盾 原因不仅仅是 非理性的民族主义 还有我们认为是常识的东西 实在是谬误 所以我们要诚心事实 纠正谬误 还原真相 靠近真理 谢谢 我再回答一下 主持人的话 简单的说 时间不够了 就是说 赵小先生提的问题 说这样造成的 对这样的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我想起码最浅诚 最直接的是 以恶传恶 这个不去考证事实如何 就误导 这个国人 实在是 罪过罪过 那么我们作为知识分子 知道就应该澄清 这个事情带来的 不仅仅是一个常识 一个不关紧要的 小事情的错误 一个物识 而是对宇宙之间的一个大真理 历史当中一个大真相 有一种错误的认识 由错误的认识 采取错误的行动 岂不谬哉 岂不大物 岂不大谬 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对一个民族国家的思想 社会文化 最后还影响到经济和政治 都有很快的影响 所以我们需要澄清 需要纠正 需要还原真相 需要靠近真理 我就说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何老师 也非常感谢在旁边 帮助你的高老师 现在何老师 您可以整时下线 进入到您的下一个 好 多谢 非常感谢何老师 刚才何老师 他不仅回顾了这百年 也回顾了当下 很多的对基督教的这种常识 所谓的常识 但其实是错误的 包括基督教就是排外的 一神教就一定是排外的 那么基督教是骑着炮弹 也就是伴师的侵略到中国的 等等 何老师包括基督教的阴谋论 都进行了很系统的一个梳理 同时最后他也谈到 我们这样的一个论识的后果 非常严重 不仅对文化信仰 而且对经济政治 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好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金宁今天正好啊 这个在湘北之江 这个会有一个分享 那我们也借这个时间 把他的分享呢 转播到我们线上来 那么就有请金宁 进入到我们第二棒的分享 就是保守主义与中国转型 好我请湘北之家的同工啊 这个把信号接过来 太棒了好极了啊 太好了 对把声音打开好非常好 今天我们实际上是线上线下啊 我们线上呢 我们正在这个热热闹闹的 这样子 好了 好了 我们线下那边呢 这个也开场了啊 接下来我们请您 给我们来主讲一个话题 就是保守主义与中国转型 好金宁我们看到你了 你只管讲就行 你的声音我们也听得到 没问题 我个人非常感谢金宁 过去几年所做的工作 甚至非常的感动 有的时候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 我真的是特别的感恩上帝在中国奇妙的作为 我们知道金宁呢 很年轻的时候啊 他就非常有生意了 可以说在中国当初研究政治学的学者里头 他是最年轻也是最优秀的一个 那么后来呢 这个他成为自由主义的旗字性的代表人物 那么后来这个又从自由主义啊 进入到保守主义 那么在这块生根啊特别的感恩啊 他把这块啊这个啊 可以说就像得地为业一样啊 这个啊就像加拿美的一样啊 这个为我们啊能够赢得这一块啊 所以呢他今天的这个讲题呢 我认为非常的重要啊 他所做的工作啊对我们的国家啊非常的重要 同时呢这个啊对基督徒来说啊也非常的重要啊 这个啊大家不要认为说你是基督徒啊 你就一定是保守主义那不见得是吧 这个啊当年啊这个很多的啊这个基督徒啊 包括北京啊那时候叫燕宁大学啊 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啊 他们的学生都跟着谁走了呢 其实都跟着左派走了啊 他们并不是保守主义者 那么今天的这个啊其实中国教会呢 需要补上这一课啊 就好像你只是在待在家里是不够的啊 你要需要出门啊出门你可能需要开车啊 可能需要有一个如果你到生命里面打猎 你需要一个一把枪一把猎枪啊 那么这个车啊这个猎枪这个功绩呢 很可能就是保守主义给你的 如果你只是待在家里只是谈信仰啊这个好办啊 但是如果你要出门啊要开车啊 你要到生命里面去打猎啊 那么毫无疑问啊你是要了解保守主义啊 所以说今天啊这个我们请金宁给我们讲啊 保守主义与中国转型啊 有请金宁时间交给你了 好呃 谢谢赵小老师 谢谢大家很高兴有机会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讲的题目也是赵小老师给我的讲讲 保守主义与中国转型 其实中国转型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已经被讨论过无数遍了 那么今天呢我也想借着赵小老师呢 给我这个题目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一谈这个中国的转型 大家知道从1840年至今 中国没有转变成一个保障公民的自由与人权的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 关于这个转型的定义也是赵小老师给我 什么叫转型呢 就是从一个形态转到另一个形态的转化 这个另一个形态就是刚才上面说的 保障公民的自由与人权的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 我说明一下这个PPT是我作为提示参考的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PPT 所以没有很多措施啊 我都请大家包含一下 所以我们中国1840年以来 40年以来转型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保障公民的自由与人权的共和国 所以这里面关键词就出来了 就是公民 自由 人权 共和国 可是这几个概念是从哪来的呢 当年在当年美国制定宪法的时候 他把他的核心的东西归结为生命权 自由权 财产权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归纳 可是人的生命权 自由权从哪来的呢 是学者们发明的吗 还是皇帝给的 人的生命权 自由权 财产权是造物主给的 所以当我们转型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中国转型的时候 我们就有着我们跟造物主发生的关联 如果这个关联不发生 转型就不会发生 所以这个我想可能是不是还需要论证 就是生命权 自由权 财产权 来自造物主 这个在旧约里面写得很清楚 在世界里面很清楚 对产权的保障 对生命的保障写得非常清楚 世界上没有一个法律 在那个时代像这个 像初埃及记里面 生命记里面写得那么清楚 而且这是神写的 不是跟汉姆拉比法典不一样 汉姆拉比法典是人写的 世界是神写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 当我们说中国转型的时候 我们只能从圣经的意义上 从造物主的意义上来理解中国的转型 如果不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 中国的转型就不会发生 直到今天一样 因为我们在今年以前谈到中国的转型 都是在造物主之外谈中国的转型 所以迄今为止中国的转型还没有发生 那么中国的转型需要依赖于保守主义吗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中国的转型需要圣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在中国得到确立 我刚才讲的就是基于圣经的 生命权自由钱和财产权 而且需要按照神定秩序的原理 这个秩序的原理写在旧业里面 在中国建立神定秩序来取代法老秩序 那么保守主义作为中价值系统 是圣经价值观和神定秩序原理的理论化 大家知道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保守主义所说的这套东西 是在圣经里面的 是基于圣经的 但圣经里面本身并没有把它理论化 而保守主义把它理论化了 把圣经里面的这套价值观 世界观 基于神定秩序的原理理论化了 所以 中国的转型需要依赖于保守主义 中国的转型需要神定的价值观 世界观 需要神定秩序原理在中国的确立 而这些都离不开保守主义 那么可以这么说 如果保守主义不在中国 扎根 中国的转型就不能完成 这一点已经被证明了 甚至说 圣经来到了中国 也不能取代保守主义来到中国 因为圣经来到中国已经好多好多年了 可以说中国也一代一代的信众 一代一代的教徒已经有很多很多了 但是中国的转型 依然没完成 那么 所以 中国的转型 同时需要依赖圣经 需要依赖保守主义 那么 我想从 在这里 我想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界定一下 中国的转型是什么 我认为中国的转型 就是一个 从不与神同在 到与神同在的一个转变 如果中国像以色列家一样 像旧约里面的以色列家一样 与神同在 那么中国的转型就完成了 如果中国不能与神同在 那么中国的转型就没有完成 那么为什么至今中国没有完成转型呢 因为中国至今作为一个国家 虽然很多人已经与神同在了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在整体上 没有与神同在 所以中国的转型还没有完成 所以中国未来转型的任务 就是让中国作为一个国家 像以色列国一样 像以色列家一样 与神同在 那么 我要对中国为什么没有转型 做一些进一步的反思 我首先从思想上进行反思 进行反省 我想与胡适先生作为一个个案 胡适先生是一个著名的无声论者 他熟悉圣经 他在大学 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他甚至参加过查经班 但是他不接受基督教信仰 他对各宗教一视同仁 他不相信绝对真理的存在 也不相信造物主是真理的作者 他在1914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 耶稣至此建立了个宗教 苏格拉底至此建立了个哲学 苏格拉底哲学对于希腊罗马世界 造成巨大影响 这种影响一直到至今 一直影响至今 现今世界的理想不再是耶教 耶稣教的克制自己 而是希腊人的养我 不再是耶教的信仰 而是苏格拉底的真理 苏格拉底为这奉献了生命的真理 那这很显然他是要用 他更追随苏格拉底而脱离耶稣 他的态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但这里面一个小小的问题是 苏格拉底奉献的真理是什么真理 是苏格拉底为自己发明的真理吗 是苏格拉底为自己制造的真理吗 是苏格拉底发现的真理吗 苏格拉底凭什么能为自己制造真理 如果真理是苏格拉底 自己为制造 自己为自己制造的话 那么你可能会说 真理是苏格拉底发现的 好 如果真理是苏格拉底发现的 那意味着这个真理跟苏格拉底 没有关系 就像我发现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肯定不是我去形成的 而是他早就在那个地方了 如果真理是外在于苏格拉底的 那谁是真理的源头呢 这时候 胡适先生就没有主要了 很显然 苏格拉底的真理不是来自于苏格拉底自己 而是来自于造物主的 来自于真理的作者 这一点 胡适先生没有认识到 下面我讲一段小小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一位著名的台湾传道人 你们可能知道 叫寇世远 他有一次在王宠惠家 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知道这个人 王宠惠号称是国民党法律第一人 他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 他的祖上是 他的爸爸就是一个牧师 他自己好像也是基督徒 有一次大概在50年代台湾的时候 这个传道人寇世远 在胡适家就 在王宠惠家就碰到了胡适 他试图影响胡适 接受基督教 但是胡适没有接受 而且他还跟 胡适还跟寇世远 开玩笑说我是一个做学问的人 如果我今天信了耶稣 将来我死了之后 碰到释迦牟尼或者穆罕默德 那多不好意思是不是 我们大家都是朋友 我本人只要一个 不要其他的 这多不好是吧 所以很显然 胡适先生的第一个反应 是拿学问做挡箭牌 其实学问不是挡箭牌 其二他把耶稣 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 看成一个同等位置上的人 大家贡献了同等重要的东西 所以这两个看法 都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所以 胡适先生是一个真理的 多元主义者 他拒绝 他作为影响中国最重要的思想人 拒绝相信耶稣 拒绝与主同在 如果他影响了中国的结果 那结果是什么呢 中国 接受了胡适就不能与神同在 所以在耶路撒冷与雅典之间 胡适之先生 间接选择了雅典与巴黎 巴黎就后来的雅典 这个启蒙运动 在神与人之间 胡适之先生坚定的选择了人 胡适之先生是自由主义 他排斥基督教 所以胡适之先生的信仰状态 也是自星期年五四以来 中国几乎所有知识人的信仰状态 这个被反省的很少 今天我刚才反省了胡适 现在我要反省一下教会 我下面这两段话是来自于一个人 这个人叫林慈信 你们可能听说过这个人 他下面这几段话 在他的系统神学里面 他在谈到中国的上个世纪的 49年以前的信仰状况的时候的一些发言 文字我可能稍微做了一些调整 他说从胡适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大家可能知道这篇文章吧 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朋友以来 他就有了一整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大家听到 从他的共产主义 他知道历史 历史将向无产阶级 这个乌特邦前进 那么意味着就是 在 在49年以前 在20年代初 作为一个 就一派政治力量 提出了系统的世界观 和整权的政治观社会观 那么这套价值观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来自于五四运动和青青年 这话下面是他说的 从五四运动之后 北京大学和北京的其他高校学服务里面的最聪明的学生 包括上海的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圣约翰大学里面 所有最聪明的学生 都渐渐渐渐渐的左倾了 左倾就是什么意思呢 左是什么意思呢 左就是背逆的意思 左就是背逆神的背逆意思 旁门左道就是背逆正道 左就是背逆的意思 所以 左倾就有着 背离耶和华 所以 在上个世纪初 有派政治力量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世界观之后 他们就把最聪明的学生吸引去了 而把这些学生变成左倾了 今天我们还看到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人 不能他们今天思想多解放 他们当年都是左倾的 而且今天的思想解放依然还有很深的 左的思想捞印 在你们那些最崇拜的知识人身上 然后他就接着说到了当年的教会的情况 他说三十年代末 吴耀宗这个人是基督青年教会的代表人物吧 也是后来的三次教会的创办人 跑到延安去见周恩来同志 换句话说 他的圣地不在耶路撒冷 在宝塔山 不在西乃山 在宝塔山 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林次信说的 他在总的 为什么我们 他们的基督教当年就做不到呢 因为当年的基督教没有好好的表达 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当时需要的是政治经济哲学文学 每一个层面的重新建造 新海革命并没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意识形态 所以当年的学生是充满盼望的 谁给大家一个世界观 那些即可的学生就会接受这个世界观 那么当年谁给了他们这个世界观呢 胡适 成都秀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给了青年学者是什么一个 一个整体的世界观 那所以就把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一样 把所有的优秀学生全部吸取至今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当时的教会没有提出 像另一派一样提出自己对中国社会的方案 没有去满足学生的精神需求 相反他们还跑到岩岸去了 那么这些教会又是什么样的教会呢 很显然是自由神学的追随者 包括后来的这个刘庭芳 赵紫诚 他们都是自由教会的 自由派神学的 自由派神学什么意思呢 就是和基奥派神学相对的 就是越来越 让信仰徒有其名的一种神学 所以在上个世纪初 一派提出了一个整权的社会问题的 有关中国问题的观点和方案 另一派什么也没有提出来 是吧 就林次行接着说 如果什么时候基督教能够正确婚姻 并发挥普遍启示与 和特殊启示 接起来 充分呈现基督教对科学 对政治 对家庭 对婚姻 对共产管理 对腐败 对环保 各方面的世界观 那么这个时候 基督教对中国的青年人就有吸引力了 那么今年的基督教再做这一点没有呢 所以这也是他的原话 我们的平信徒领袖们 好好的把神学里面 也就是圣经里面的人生观 宇宙观 家庭观 政治观 经济观 文化观 艺术观 教育观 好好地搞清楚 在这个大前提下 大前提下 要在中国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如果 追随主的人 不能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那些反对主的人 就会做 大家最不想看到的见证 所以一方面发力很猛 一方面完全缺席 这就是中国转型 过去一百年转型失败的根本原因 那么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转型呢 我觉得一个国家能不能完成转型 是不是完成转型 取三个字 时间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 我们每个人都迫切地希望中国的转型 对吧 每个人 每个有报复的人 都为自己 为他人 甚至为国家 想为国家制定时间表 那些有巨大影响力的人 是想为国家制定 制定时间表的 对吧 但是从历史来看 离开耶和华 实现零概率的时间 世界上大多数的 刚才赵小先生所描述的 那样的转型后的国家 都是限制民主国家 这些限制民主国家 这些限制民主国家 要么是基督教国家 这些国家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 那些犹太教和基督教国家 要更自由 更文明 更兴旺 所以我特别反对一种说法 叫文明没有高低的说法 这个在中国的学者 这是由中国学者提出来的 而且很有影响 文明怎么会没有高低呢 是不是 所以要么是那些基督教 所建立起来的国家 比如说像日本 像战后的日本 战后的韩国 但这两个运气 中国到目前都没有 所以中国既不是基督教国家 也不是基督教 因为战败而被基督教国家 建立起来的国家 所以中国人 就中国人而言 中国人不能掌握自己的时间表 那谁能掌握自己的时间表呢 时间表掌握在耶和华手里 而不是取决于 我们心里的时间表是没有用的 神的时间表才有用的 因为他是 All mighty 他是大能男人 所以在这种业上 我理解转型的本质 表面上是从一个政治形态 到另外一个形式的转变 其实转型的根本是得救 只有得救了这个转型才有意义 也可能要不然 可能像更坏的转型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作为一种正面的转型 它在本质上是得救 得救表现为什么呢 表现为与神同在 这一点当年美国在建国的时候 富兰克林就曾经说过 说我们这些信神的人 都希望马上就赐福给这个国家 让这个国家瞬间得到 神的一切的赐福 希望我们所不喜欢的事情 马上得到解决 但是神有神的时间表 他不能按照我们的心愿 尤其是我们个别人的心愿 来去办世界形务 所以神的时间表 但是神的时间表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果你人有响应 如果人与神时间 人与神之间有约 像摩西一样 那么神会重新制定他的时间表 因为我们知道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神 是吧 他说话是算数的 如果你跟他有约定 他会遵守他的约定 但如果你跟他没有约定 那你不要怪他 为什么来救你 因为你跟他没有约定 他救你什么呀 你没约定他来救你 他救你什么呀 对不对 所以 从这种意义上讲 我们就不会从 单纯的基督教救国论 因为救国论本身是一个功利主义的东西 我不太喜欢这种说法 任何的救国论都是一个 都是无法实现的 最终都沦为一种工具 什么科学救国论 教育救国论 军事救国论 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一种工具论 都是一种 都是一种功利主义的 实用主义的心态 所以我们不能用 实用主义的心态来对待信仰 所以中国社会得救 也不取决于中国 不完全取决于中国 基督教人数究竟有多少 我们知道历史上 有些国家基督教人数很多很多 但那依然没有得救 我对吧 所以刚才我从 从思想和教会两个角度 回顾了一下 中国为什么没发生转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美国的例子 美国在1774年开始建国的时候 他们之前他们发生了一次 大家都知道叫做大觉醒 大觉醒 大觉醒运动 甚至不止一次 这样他们不叫启蒙 他们美国不叫启蒙运动 他们叫什么 大觉醒 大觉醒有两个意义 大觉醒首先是 纯粹是信仰上的大觉醒 不是指知识普及上的 不是说我学习数理化 我会做算术了 我现在生活更卫生了 我心里刷牙了 这个不是大觉醒 信仰 仅指信仰上的觉醒 所以这种觉醒是一个 是一个文明的 是美国文明的 是一个升华 而且 而且 美国的宗教大觉醒的 第一个结果 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保守主义价值观 在那个时代就澄清了 如果当时美国人的信仰 还处于一种 零星的分散的状态 那么他们 当他们有机会 制定宪法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办法 把神定秩序原理 用那么简洁的语言 写到独立宣言当中去 这一点上对中国也是一个很好的对照 基督徒 基督教来到中国 有几百年的吧 有几百年吧 500年有吗 而且到上个世纪初 中国的每一个偏僻的地方 不论多偏僻的地方 都有外国传教士 可以这么说吗 每一个县 都有外国传教士 可以说 基督徒的数量 在中国已经是个 跟中国历史上相比 是个很大的存在了 可以说他升级社会的每一个阶层 不仅仅停留在 刚才讲的宫廷阶层 最穷的人都有机会接触到 接触到基督教 其中有一个代表的人物是伯格里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人 他在英国原来是做银行职员 他放弃优越的生活 来到了贵族教区 他显得最平坏的地方来传教 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描文圣 他创制描文 把圣经翻译成描文 带领孩子读书 甚至带领孩子学习 数理化音体美 这几样是在中国的传统教育当中 所没有的 他还治病救人 他有很多很多的善举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中国上个世纪的 所有的传教士所做的工作 以及中国所有的基督徒 的意识当中 他们缺乏公共意识 他们没有关心如何在中国 我用你们的主导文怎么说的 愿你的国家 愿深的旨意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地上 就是说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并不是一个仅仅个人的得救 而是一个整体的得救 这些人 当年的这些人 他们更多的关注的是 个人的得救 而不是中国像以色列家一样 作为一个整体的得救 我们知道 摩西和上帝签 这个西乃之约 是以色列人 作为以色列人整体 和 和 和耶和华签的 比如说挪亚或者是亚伯拉罕 他是个人于 赫申签的 那么 我并不是 我并不是要苛求当年的这些人 为什么没有公共意识 但是他们没有公共意识 是一个事实 换句话说 在中国 如果基督徒的 没有这样一个大觉醒 没有形成自己的 基于圣经的 基于耶和华的这样一种公共意识 神的 神的国度就不能在人间降临 所以不是神在 不仅是神在人间降临 而且是神的国度在人间降临 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 这个不是我们通过读圣经 学习阴体美术里话就能够解决的 而是要我们要关心 神要我们按照什么样的原理 在一起共同生活 这个在 可以说 可以说 在四年以前都没有被讨论过 可以这么说吗 我不说远 在四年以前有人讨论过这些生活吗 大规模的讨论有吗 都没有过 对吧 所以 觉醒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主义的流行 而且尤其是保守主义的流行 那么这一点在中国开始呈现 就是在过去四年当中 有 甚至在疫情期间 这个受习的人数 大大的增加 而且在这过去四年当中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保守主义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情形有点像在美国当年 就是信仰与主义的结合 在中国过去的 在中国过去的信教史上 信仰和主义是没有结合的 可以这么说吗 对吧 那么从今天开始 从现在开始 从四年以来开始 从上一次美国大选 不是这一次 美国大选以来开始 在中国 大家 由于美国大选这个参照 中国人开始从 主义的意义上来讨论信仰 从信仰的意义上来关心主义 所以这是中国 这是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这个变化的重要性 可能在未来会 会慢慢的显现 所以越来越多的华人意识到 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 中国社会的根本选择 是12月25号与12月26号之间的矛盾与选择 这个不用解释了吧 所以中国人以前一直选择的是 26号 而不是25号 你选择什么 你得到什么 如果你一直选择26号 就不可能转型 对吧 所以转型就是从26号变成25号 而且这样的公识 在中国的 在中国越来越普遍了 尤其是在这世界之外的地方 越来越普遍 就是不应该信靠人 而应该信靠神 人是靠不住的 我讲一段小小的插曲 这个回到前面去 就是为什么赵小说 赵小老师说 中国转型的目的 朝向一个共和国呢 共和国来自于一个什么概念呢 共和国的这样的国体 是神要我们 是神要我们 是神要我们所接受的吗 还是神让我们接受君主制 这几天对君主制 开始有新的讨论 但是我想起了这个扫罗的故事 是吧 当时以色列人在逝世的领导之下 以色列人看周边的这些国家 都有国王 他们就有点嫉妒了 他们说 耶和华你也给我一个国王吧 耶和华说 你们要国王就是不要我的统治 是吧 但是你们真要国王 你们就要做好一个准备 他会压榨你们的 会非常残暴的压榨你们的 所以 耶和华要大家过一个共和的生活 不要大家过一个 法老下的生活 国王下的生活 但是以色列人选择了 要国王 耶和华还是随了他们的心愿 但是后果可想而知是吧 然后从大魏到索罗门到南北国 然后到 什么 很多会王 关键问题是以色列公元前400年就消失了 就是从大魏的高峰 然后到一片寡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君主制国王不是神要我们所接受的一个国体 其实像英国这样的国家 他的君主 为什么能够行 因为英国的是一个虚伪君主制 他的君主制徒有其表 他的内部的东西还是一个共和的东西 他不是像扫楼那样统治 也不是像大魏和索罗门那样统治 我刚才插一个小小插进 我看不到时间线几点 可以半小时 那么我是很强调保守主义的 当然我也强调圣经 难道只有以圣经为根基的保守主义才是保守主义吗 当然我强调保守主义是基于圣经的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与圣经及其相关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关系 保守主义与圣经的关系来自于保守主义或者保守主义者的信仰立场 如果他们信仰是圣经的 那么保守主义的性质上就是圣经的对吧 如果说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的底色是无神论 那么保守主义的信仰底色就是有神论 这个神是唯一的神 不是像胡适讲的亚伯拉罕 释迦牟尼 那些人 那些世界第一届早点告诉我们了 如果胡适先生还记得的话 世界上只有一个神 其他的要么不存在 要么是假神 所以当保守主义说神的时候 只是那一位神 而不包括其他神 所以这点上我们也会发现 主义与主义之间的根本较量 是有神的保守主义 与其他一切无神论主义的较量 就其他一切主义都是无神的 只有保守主义是有神的 有神的对吧 与有神的保守主义构成鲜明对照 是各式各样各式各样的无神论思想 其中包括理性主义 人文主义 启蒙思想 浪漫主义 世人主义 公立主义 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 无政府主义 社会大文主义 进步主义 科学主义 激进主义 这些主义的共同特征是什么 无神 另外一方面我要说明的是 保守主义 虽然它是基于圣经的信仰 但是它也融入了其他的世俗的和圣经之外的 圣经之外的思想 这两个在保守主义当中是共存的 就是说保守主义虽然融入了其他的世俗的和圣经之外的思想 但是他的信仰根基是圣经的话语 是基于耶路撒冷智慧和犹太教基督教的信仰 保守主义与圣经的纽带不是偶然形成的 保守主义所要保守的价值观和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都是来自于圣经 换句话说 保守主义所真实的东西都是来自于圣经 自由和生命都是上帝的礼物 并由上帝所捍卫 这是保守主义者所相信的 法治与宪圣也是建立在自然法治上和早期以色列人的实践之中 我刚才讲了共和国的例子 甚至可以说美国的最高法院的例子 美国的联邦主义的当年的13个州与12个部落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对照 但是另外一方面 保守主义不是神学 就像独立宪圆不是神学文献一样 保守主义的世界观不完全等同于基督教的世界观 但是绝对离不开基督教的世界观 保守主义不等于犹太教基督教信仰 它只是扎根在犹太教基督教之中 并立足于圣经之上 所以有人说在中国 把保守主义与圣经合起来谈 是不是保守主义者在蹭圣经的热度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非常错的 基督徒不能拒绝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也没有必要去蹭圣经的热度 因为保守主义本身就是在圣经上面长出来的 怎么可能谈得上树蹭了土壤的热度吗 这个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所以我觉得作为中国的护教者 因为中国的护教者 说保守主义不是神学不是纯粹的信仰 所以一些护教者就想粗暴地切断 保守主义和圣经的联系 我觉得应该做的是相反 我们不要粗暴地切断它 而且我们要牢牢地拱固它 是吧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有这样的挑剔 就是是不是所有的保守主义者都必须是基督徒 其实这个是不一定的 也不是每个保守主义者都是基督徒 而且很多基督徒也不是保守主义者 保守主义者的重要过程是那些信仰上帝的人 也有其他教徒 比如天主教徒 犹太教徒 还有各个门派的 还有东正教徒 保守主义者不把受洗当作保守主义者的门票 一个著名的保守主义人物 大家可能这几年大家听说的很多叫柯克是吧 他写保守主义思想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是1953年 他到1964年才受洗 而且受洗成一个天主教徒 那中国人比较喜欢新教徒的 不太喜欢天主教徒的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是不是保守主义者 与他受洗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不论不义以否 保守主义者都有一颗像神的心 因为造物主有一颗保守主义的心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说 我们按照圣经建立起来的制度 制定的法律 它在属性上是保守主义的 也有人说 中国有很多人说保守主义有很多种 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 有多少个文化传统 就有多少种保守主义 这种看法是错的 保守主义只有一种 就是基于圣经价值观的保守主义 其保守的对象是造物主 赐予人的自由 各种权力 自由秩序及其传统 任何其他的价值观 不论来自哪个时代 哪种文化的主义 都不是保守主义 所以保守主义不是保守 本族文化传统的主义 所以也有人说 英美有英美的保守主义 中国有中国的保守主义 这种看法一旦拿圣经来衡量 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所以我要常说一句话 保守主义的源头不在英美 而是在耶路撒冷 只是说 这个英美的保守主义 是耶路撒冷的种子 在英美的土壤上结出来的果实 其他的非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 那我觉得这只有先谈的意味 不具有严肃的思想意义 那么还有人说 你们一天到晚谈英美保守主义 中国也不是英美 你在中国谈保守主义 这是有意义吗 非常非常有意义 正所以因为保守主义的源头 不在英美 而在耶路撒冷 所以耶路撒冷的种子 在中国的土壤上 同样可以扎根 同样可以开花 同样可以结果 英美的英国的自由传统 美国的自由传统 没有圣经的源头 就不会有 值得他们保守的 这些传统 而且我们会发现 与圣经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 没有关系的地方 从未形成过 我们所一通过转型建立自由秩序 必须让耶路撒冷的种子 像在英美那样 在中国生根开花 把牙体结果 深根发芽开花结果 所以把转型的事情再往前说 我认为 这由基于信仰的思想决定的 换句话 当然也可以说 决定未来也可以 但是 但是 我们的信号 有一点点 这个可能有点点不好 这个等一下 这个可能很快就上来了 大家不要着急 我看刚才我们群里呢 这个又就已经在讨论了 这个大家已经迫不及待 这个在热烈的讨论 可见这个话题呢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当然有人在说 说这个 你看美国也有很多问题 是吧 如何如何 那么这种观点呢 我们经常会听到 第一呢 美国有问题 是吧 那是一定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天堂 世界上没有完美 除了神之外 这个没有别神 是吧 所以美国必然是有问题的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罪性 有罪的地方 那就有问题 是吧 第二呢 我们也知道 这个美国这些年偏离的神 所以呢 美国需要悔改 但是所有的 说这话的朋友 这个 包括弟兄姐妹 他们都是想 你看美国有问题啊 是吧 那我们就不用往前走了 是吧 别人的错误成了你季节进入的理由 好 回到 这个经营 这个笑打开一下声音 好 请讲 没问题 一个国家的走向 是由这个国家的思想 所选择的思想决定的 一个国家选择了什么样的思想 这个国家就走在什么方向上 那么这点 我们可以回去看看 回过头来看看 回过头来看看 过去的中国的100年 中国今天的这个 这个 这个现状 对当时来说是未来 可以这么说吗 对1919年来说 今天的中国是当时的未来 那么 今天的中国是怎么产生呢 是新青年的核心人物 对思想的选择决定的 关键问题是 新青年的核心人物 对思想的选择 由于他们强大的能力 他们把他们的选择 变成了中国人的选择 中国知识人 中国政治家 甚至普通民众的选择 那么 这种思想的果实 结成的 这种思想结成的果实 就是中国今天的 现状 对吧 这个现状是什么呢 如赵小老师所说的 转型没有完成 影响二十世纪中国进程的 主要思想来自于 法兰西启蒙运动 印象的新青年杂志 就是新青年是 法兰西启蒙运动的产物 新青年杂志的上面的 外文写的是 法语的青年 而不是英文 曾经没有看到 新青年之受 法兰西启蒙的影响 新青年有两位主要人物 陈独秀与胡适 或者胡适与陈德秀 1949年之后的 每个中国知识分子 1919年之后的 每个中国知识分子 1949年之后的 每个中国人 都是欧陆启蒙思想之子 陈独秀以苏俄为师 苏俄也是启蒙的产物 走布尔社会可得道路 偏向于正度的社会主义 胡适则以美国的 现代实用主义教父 胡适杜威为师 偏向于青度的社会主义 但他们的公约术是 一样的 从百年之后 看百年之前 新青年以五四运动 所代表的思想高度 常常被高估 五四运动思想高度 并没有那么高 但是人们却给了它 很高很高的评价 五四运动对中国的 塑造作用非常大 却没有多少人去研究 余英时先生 刚刚去余英时先生说 胡适是中国最有思想的 影响家 是绝对的高峰 我觉得他这句话 是有道理的 但是他更要评估一下 这种影响的性质 是什么样的性质 他接近给中国带来什么 这点上我可能跟余英时先生 有不一样的看法 所以在后来 中国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思想领域的发生 一切都不过是新青年 和五四运动 所选择的方向 蒋介石实践了胡适 毛泽东实践了 陈独秀 所以 这两个人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传统 他们都是无神论者 他们否定传统 他们相信人性 他们相信人性可以改变 他们认为通过他们的能力 可以塑造一代新人 这代新人和旧人不一样 所以他们叫新青年 所以这个新青年杂志 就像一个巨大的灵魂工厂 一代一代的 把普通青年 通过他们的塑造 变成进步青年 再通过陈独秀思想的进一步架工 变成革命青年 所以这个就像一个流水线一样 普通青年 进步青年 革命青年 然后 然后这些人 携起手来 投向他们的圣地 这个圣地在什么地方 你们都知道 是吧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讲 胡诗和陈德秀 他们的 他们就是说 他们的合作就像 他们的友谊一样 可以说是株连逼合 一个负责制造进步青年 一个负责把进步青年 制造成革命青年 然后再输到社会上去 所以中国青年社会 到高校看看 也无非两类青年 大多数人 要么是进步青年 要么是革命青年 那其他的 就不好说了 所以他们联手打造的产品 至今还在源源不断的流入社会 进步青年 革命青年 入党的 入团的 在很多人看来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是对抗性的关系 但是在陈德西与胡诗那 完全不是 他们是流水线上 不同环节的 关系 而且他们在根本上 他们都有着 共同的思想源源 只是 只是 只是程度不一样 他们都来自于法兰西启蒙 所以 胡适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远远要比胡适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关系 近得多 换句话说 胡适更远离 胡适的自由主义 更远离保守主义 更接近社会主义 而且 他们还有一个后果 到今天对中国人发生了非常 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在中国的 我几乎学界的几乎每一个人身上 在 五四之前 中国人把迷信当作信仰 可以这么说吗 但是胡适和陈多秀 他们成功的做到了 在五四运动之后 在新青年之后 中国的知识人 把信仰当作迷信 你要跟他信仰 他说不 这不是信仰 这是迷信 这个功劳归咎于谁呢 归咎于胡适与 与陈多秀 对吧 但是信仰是信仰 迷信是迷信 可是 可是中国今天的知识人 几乎所有的知识人 都把信仰当迷信 或者是当作一个研究的对象 所以 他们所鼓吹的东西 到中国来最多 到最后都是变位了 比如说他们当时高举 这个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吧 很多青年人的梦想是 民主科学正心中华 对吧 但是这些接触的果子没有呢 我不能说没接触来 经过一代代的互换 德先生 象征着民主的德先生 在中国变成了人民民主专政 和民主集中制 对吧 象征着科学的赛先生 化身为科学社会主义 和科学发展观 对吧 当然我们刚才讲到 新青年那个年代 整个国际环境是一个 包括连神学 都是自由派神学的前向 国际更是苏联 这个是这个 整个世界潮流 是激进主义 乌托邦 无神论 在世界范围内 狂飙途径 那是当年的思想背景 那在今年 现在的思想背景 你稍有所变化 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 就是换句话说 从 可以说从 1919年 甚至更早 到 1999年 没几个中国人 听说过保守主义 更不用说 保守主义的书 书籍了 直到今天 没有几个中国人 写出过一本 保守主义的书来 所以我们会看到 但是最近几年 大家越来越多的人 接受了保守主义 就像当年 新青年的那一代 接受了社会主义 和自由主义一样 所以我觉得 这个类似的国际背景 也正在发生变化 所以 这一个新的趋势是什么呢 就是 时至今日 特别是最近以来 中国的思想版图 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我刚才在前面讲过 如果思想版图 不变化的话 中国的社会会发生变化吗 不会发生变化 所以中国社会变化 发生的前提是什么呢 是中国思想版图的变化 那么中国这个思想版图 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是被新出现的保守主义 是基于基督教信仰 基于圣经的保守主义所改写 换句话说 保守主义在中国的出现 正在改写 由胡适和陈多秀 所绘制的中国的思想版图 对吧 就像他们在当初改写了 儒家天下的思想版图一样 在今天 中国的思想版图正在被改写 直到九十年代末 中国完全没有作为政治哲学 和思想潮流的保守主义 下面提问吧 还是就结束了 今天讲完了吗 讲完了 太棒了 我觉得太精彩了 那我们还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提问 这个现场如果有提问的 你们可以直接向金灵提问 我们在线下 你们是 人家今天很羡慕你们 说你们就是 北京人一向享受特权 这个你们也享受了特权 在线下的特权 那么线上的呢 可以在聊天室里提问 聊天室里提问 我在大家提问之前 这个 我先 这个 回忆一下金灵 这个金灵讲得特别好 我们要从信仰来思考主义 到底哪一种主义 是符合基督信仰 大家不要做糊涂人 要有真知识 甚至光大发热心都是不够的 这个 我们要在真理上 这个坚守我们的信仰 是吧 所以大家要思考哪一种主义 是你要去装备和学习的 同样 从主义也要思考信仰 那么金灵的答案非常的简单 虽然不是每个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者都是这个基督徒 但是的的确确呢 这个英美保守主义 他的信仰之根 就是基督信仰 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保守主义者 他们都是基督徒 所以呢 这个他从主义的角度 回过头来梳理和思考了信仰 那现在回过头来呢 我觉得轮到中国的教会 中国的基督徒 要论论真实 论论真正的思考一个问题 从你的真理的角度 从你的信仰的角度 哪一个是你的主义 也就是你的公共的主张呢 这个 今天已经抛出了这个话题 那么接下来 大家有什么好的问题 我鼓励现场的弟兄姐妹 你们可以问今年一个问题 给你们一个特权 北京能享受特权惯了 再给你们一个特权好了 我问你多少次一个问题啊 刚好我们是进去楼台 所以你们刚才说这个保罗主义的思想来源 叫伊路沙朗 是吧 不是英文 这个说法比较吸引 但是可能 因为你们也说保罗主义都是神学 如果是说神学的话呢 它是伊路沙朗的信仰 发生于伊路沙朗 所以在欧洲待过十年 所以如果你从英国那边开始看的话呢 比如说新教改革以后 那个英国的大宪章命中是1215年 然后后来是1688年光荣革命 出了英国的人权法案 再后来1688年以后就 以后就移到美国去了 就是美国的这个宪政的形成 好像是一串的 历史上的陈迹 因为我让您对那位保守主义的前后啊 还是部分啊 还是怎么样 因为 因为我的理解里面 比如说英国的人权法案 是英国的宪政领域的事 是英国的宪政领域的事 是英国的宪政领域 是英国的宪政领域 有个收集前 就是国会同意 不能够国王来 其实这个东西也被建议到美洲的殖民地里面 属于殖民 就是控制这个嘛 所以他们独立了 那就是 所以我的脑袋当中 包括比如比如说像洛克呀 因为洛克就是研究政府论 政府论 对 但是他是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当中 出现了一些思想家 研究现实上的一些炫耀 所以这个包括洛克斯佑 洛克斯佑虽然被归类为启蒙主义 但我觉得这个启蒙主义的名义非常混乱 启蒙主义有有神论和有无神论 无神论对对对 因美的保守主义是一个是不断的涓涓系流汇聚而成的 在每个时代每个一些重要的思想人物和事件的身上 是不断汇聚而成的 他不像一个断压机 然后你一个人开关一吹吹出来一个保守主义 他不是这样形成的 他是漫长漫长形成的 是一个涓涓系流汇聚而成的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像加尔文他们 对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他对人的罪性的理论 他提醒了政治家们要防范 政治人物本身的自带的罪性 然后要用制度 要用权力来对抗权力 要用野心来对抗野心 对吧 当然为什么说他来得很早 为什么说这么根源在耶路撒冷 你看看 你是临时研究法律的 英美是普通法 英美的普通法起源于英国 英国我觉得有个特别有趣的形象 在中国的法律界没有人提 英国第一部法典 第一部政治法典叫阿弗莱德法典 它是英国同意后的第一部法典 这个第一部法典 如果我们今天把它拿出来看一看 它就把生命记里面的条文 原封不动的 上面写着阿弗莱德法典 然后它下面写的叫做 它还用叫做 它的英文是叫做 审判日 末日审判 审判日 redemption 审判日所一计的法律 所以它完全把 所以英国的法律是 除了多两很改变了 其他的都没改变 所以英国的法律 本身就是对律法术的 对这个律法术 对生命记的 它首先是前十条的实戒 然后下面案例 比如说你飞出去的斧头 砸死人家 你又怎么办 你怎么赔偿 这些原理完全是按照 生命记里面的原理 就摩西颁布那些法律的原理 来写的 然后桌勤 在英国桌勤做了一些改动 所以英国法律 英国普通法律 直接长在圣经这个树上的 后来的那个布莱克斯东 叫 布莱克斯东 他们都是完全在 圣经的意义上来理解 英国法律的 今天的中国很多基督不一样 中国今天他们 他们受保罗的影响更大 他们更多的是 律法虚无主义者 他们接受保罗的看法 说 说律法把人献于罪中 这个看法完全 我个人完全不能接受的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律法 就没有罪了吗 那一切罪的行为 就 就没有罪性了吗 献在罪中 就是人不能得救 因为律法让人罪在献中 然后他说 然后这个 耶稣来了 耶稣献住他自己 让我们有拜得的恩典 把我们从罪状当中拨出来 我又拔出来 我不太同意 我不太同意保罗的这个看法 所以我刚才讲的 阿弗莱德的这个例子就是 当初的 当初还没有发生宗教改革 当初还没有天主教和基督教 信教之分 我们看看英国的国王 这一重大的举动 把圣经直接变成本国的法律 所以英国是世界上 保护财产权 自由权 生命权 最好的国家 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他们按照摩西五经的一样子 按照律法书的一样子 来去建立保障产权的制度 所以他们的产权制度 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 所以您今天的贪官们 都欣赏人家的产权制度 要把钱搁到那个地方去 好 那个实验关系 这个我把线下的特权要收回来 刚才我们的聊天室里 这个讨论的非常热烈 这个今天我告诉你 清华大学的郭一华老师也来了 这个 欢迎郭老师 我知道你一定特别开心的 也是给你 特别特别开心 对对 欢迎郭老师 我知道这个 我们这些人要常常的见面 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鼓励 这个 今年来到我们中间 我特别开心 这个 郭老师来到我们中间 我也特别开心 而且郭老师呢 跟你的观点很一致 这个郭老师 已经 这个可以说 他已经走进保守主义 这个 这个范畴里头来 包括在去年的 这个美国大选里头 这个等等 这个美国大选 是一块试金石 把很多人给试出来了 特别感恩 同时呢 也把中国的保守主义啊 这个震出来了 所以2020年我认为 前世界最大的事 不是上半年的这个世界大逸 也不是下半年的美国大选 最重要的是 中国保守主义这个群体浮上水面 而且一不小心的走向了世界 那么时间关系的经营这个阶段呢 快到了 我就提最后一个问题 代表这个小伙伴啊 这个在聊天室里的 他说请你推荐一本 把圣经和学术 把结合的好的 启蒙主 保守主义的启蒙的书籍 圣经和学术都很好 保守主义启蒙的书籍 推荐一本就可以 我的印象有两本书 我觉得可以看一看 一本诗叫做圣经 圣经造就美国 还有一个飞越五千年 这两本书都可以拿来看一看 看吧 这样会产生利益冲突吧 没有利益 除了这两本之外 我也推荐大家 所有的弟兄姐妹也 朋友们也 包括今天的 也许是偶然就是因为感兴趣 你想丑丑到底在开一个什么会 刚才有人也在问 我也推荐经营的保守主义 那个已经是我看到第三版的第几版 这个多次的印刷 多次的出版 这个越来越棒 这个经营的思想 这个整个也越来越贯通 越来越成熟 非常的重要 无论是关心中国转型的人 还是关心你自己的信仰 这个他的公共价值的人 大家都需要来关心保守主义 那么我也推荐 金宁自己写 他不好意思推荐 这个 就那本书就叫保守主义 刘金宁 你没查就查到了 我希望每个人都要好好读一读 那么这个时间 由于时间呢 我们就进入到第三棒了 这个接下来呢 我要请刘鹏老师 这个前面 何老师从历史上 回顾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一些看法 是吧 然后金宁呢 讲了保守主义和中国转型的关系 但是保守主义的根是基督信仰 那么回过头来呢 中国的教会 中国的基督徒做好准备了吗 是吧 这个将来 这个大家如何从这里边来吸收营养呢 就像金宁说的 如何从信仰去思考主义 那么这就成了我们的课题 所以我把接下来的这一棒呢 交给刘老师 有请刘鹏老师 可以了 可以刘老师 我看到你 也能听到你没问题 金管奖 能看见那个屏幕吗 能看到屏幕 你身边有保驾护航的天使 太棒了 谢谢静雯 你是最棒的 刚才两位老师都讲得非常好 我这个不是研究保守主义的 但是我也谈一下我的 我自己的这个体会 跟大家来分享 那么这个 郑老师给我的这个题目是 保守主义与中国基督教 就是两部分 一个是保守主义 还有一个是中国基督教 那么我就借这个机会 把这个 首先是什么是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是怎么回事 大概的来说一下 完了以后呢 讲一下这个保守主义 在中国的实际的作用 造成的影响 还有我们今天的 教会面临的这个问题 这些呢 恰恰都和这个原来 这保守主义的一些理念呢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么 我这儿呢 来说这个什么是 保守主义 什么是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 这个定义 我就写在这儿 就是 这个一句话吧 就是保守是相对激进而言的 它不是相对进步 它是相对激进 一个是 要保持现状 要改良 改善 一个是要革命 那么 这个保守主义的先驱 保守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思想基础 这些呢 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就是爱德蒙·博克 他写了一本书 把这个 什么是保守主义的 思想 从理论上呢 有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阐述 那么 保守主义的这个 这个观念呢 需要说一下 这个保守主义 有一个很重要 非常关键的一个 一个观念呢 就是 他认为这个人性啊 是有缺陷的 这个人性有缺陷 这个很重要 那么如果人性是有缺陷的 那这个社会的弊病呢 那就只能是减缓 那就不 不可能根除 因为人在这个设计 社会上的一切的时候 它是一个不完美的 它必然会留下 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观念 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个平等的问题上 这个人的不平等 它是自然形成的 所谓这个不平等呢 就是在结果上 造成的人和人之间的地位上 资源的占有上 财产上这些方面的不平等 要想把这一点消除 几乎是不可能的 它有一整套这个理论 来论述这个 另外呢 它在那个方法上 就是社会有了矛盾 有了问题 要来调节关系 解决矛盾的时候 是用什么方法 是用激进的革命的方法 还是用调和的方法 改善的方法 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再下来呢 就是任何一个社会 都有法律 都需要持续 那是不断的来改变这种持续 不断的来定立新的规则 推翻旧世界 建立新天地呢 还是让这个法律和持续 有一个连续性和稳定性 这个是保守派的一个观点 那就是他要强调这个连续性 稳定性 强调持续 那有人把他们叫秩序 当然就是从这来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保守主义认为 这支撑社会的纽带 这个基础是什么 是家庭伦理宗教 这个非常的重要 如果一个人持有这些观点 那我们就说 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保守主义 那当保守主义 可以表现在不同领域 不同方面 政治上的 社会上的 文化上的 宗教上的 财政上的 经济上小政府 那些 低税收 这是很多 我们的时间关系 就不一一的展开了 流派上呢 他从那个发展 演变来说呢 有古保守主义 有新保守主义 我们就先略过 有机会再说 那么大家就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保守主义看来 在中国的语境下呢 就是没受成规啊 这个守旧巨星 他为什么他是 是这么一种认知呢 这样的一种观点呢 他为什么不喜欢改革 为什么不搞这个革命呢 为什么 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上 就是说 这个保守主义承认人的本性和理智 是不完美的 有缺陷的 这个人的本性和理智 为什么有缺陷 是因为保守主义 相信基督教的原罪说 就说这个人本来是没事好好的 但是他要吃这个智慧果 他为什么要吃这个智慧果啊 那你可以说是他受了 别人的这个诱惑 或者是这个挑唆 但是这个毕竟是人的一个选择 就是说 基督教的原罪说 从这个 这一点起 就给人 作为一种 生物来说 在他的这个DNA里 在他的这个本性中呢 就设下了他的不完美 就是你这个选择呢 可能是对的 但是完全有可能是错的 实际上呢 人类的十足犯了这个罪 这个原罪说呢 后来他整个 影响了整个人类的这样的一个 状况 一个面貌 那么对这一点是承认还是不承认 那影响到我们每个人后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么 基于这样的一个认知 就是对基督教原罪说的一个承认 那怎么办呢 那人是不完美的 那就要通过宗教的信仰和法律呢 对人性进行限制 来克服人性中的这种恶 人性中的这种缺陷 然后日语把他这个写这个我字的时候 他没有这个汉字的这个我字 他这个说我的时候 他写出来的汉字呢 非常形象化 他写的是一个私 自私的私 这个因为我原来学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日语 我感觉到他说这个字的理解呢 也很到位 就是这个我呀 就是我个人私 他是从这个利益角度来说 当然你也可以从本体角度来说 但是这个人有这个本性是不可改变的 那就是人知道要有自己的利益 要为自己要有私欲 那么如果要是放纵这个的时候 人的邪恶的本质呢 就会最后走到极端呢 就是出现战争暴力 各种各样子的丑行都会出现 那么因为人的这样的一个本性 所带来的这个恶 那社会上的种种的弊病呢 不可能是干干净净 一丝一毫都没有 那他只能是减轻 不断的来修正 不断的来去除 但是呢不可能根除 那么这是保守主义认为 人是不可能通过革命 来创造一个建立一个真正的 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 新天地新制度的原因 就是他从这个哲学上 从这个逻辑上 他就不承认人有这样的可能性 或者说人能够造出这样的一个制度来 他就不承认这样 那么保守主义呢 他相信社会是一个有机体 这个社会是怎么来的呢 他是一个传统习惯法律和秩序的一个结合体 但是呢他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展 那么这个发展呢 就蕴藏了蕴含了里面的很多的合理因素 那当然也会包含不合理错误的因素 但是呢如果是仅仅通过一次革命 或者通过数次革命就可以让他改变的话 那是不现实的 那么传统秩序信仰 这些东西呢就变成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 破坏最小代价最小 效果最好的人类延续的方法 这是保守主义的基本理念 从这出来的 所以他就反对革命 反对激烈的革命 那么如果你要搞革命 他反对 搞变革呢改革的时候 可以 但是要用上帝给人的这个理性 来非常审慎的对待这种变革 我们看很多的这个历史上的这种 大的动荡 大的革命 大的战争 我们就知道 没有任何一次革命 带来了一个新天地 使得这个人类呢 去除了自己的丑行恶行 你是从长方马罐到西湖领旦 人的这个恶呢 没有减少一点 那么这个社会的进步呢 是一个相对的 就是人性的这个不足呀 缺陷 是本身呢 是一个永恒的 那么在政治上呢 这个时候呢 保守主义就相信 既然有差别 尤其是基于自然原因形成的差别 所以基于自然原因形成的差别 就是 一个父母生出来的儿女呢 是不一样的 那一群人里头呢 从开始呢 先天呢 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 这个不存在着 非要让某人怎么样 或者是把某人怎么样 就是十个指头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差别是客观存在 那这时候呢 只能任用闲人来治国 从柏拉图时期这种思想就有 当然 我们现在不是在谈这个 古保守主义 就是说 什么人可以治国 你要坚持所谓的民主平等的话 这个口号非常好 现实不现实呢 是机器不现实的 那么肯定基于自然原因的 不平等的正当性呢 实际上是一种 实事求是的 现实主义态度 那么既然是如此 那这个国家 就是料理众人事物 众人利益的人呢 就应该是一个杰出的人物 而不是那些 因为没有掌权 所以要通过 蛊惑人心煽动 通过革命来掌权的 这种所谓的群众领袖 这种人呢 实践证明 事实证明 全是坏人 这个就是历史上太多的这种人了 那么治理国家呢 如果是老是受到这种革命的干扰 这个各种政治变革的干扰 那他就没有老百姓的活路 那需要有一个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那么再下来呢 就是人的这个理智啊 是不完美的 刚才说了 这个人性呢 是有缺陷的 那么一个有缺陷的人性 像存在的一个人类 作为一个整体 或者作为一个个体 你不可能有一个实权实美的理智 那么基于这种理智 所造出来的东西 你的设计呢 那也是一个相对的合理 而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完美 那么如果有人迷信科学 迷信技术 然后把技术理性 做成一个进步 一个唯一的方向 当然可以满足人的很多的需要 当时的欲望 你比方说我们这个走路 就不如坐马车 坐马车 不如坐汽车 坐汽车 不如坐飞机 这个是很好 但是呢 现在为什么我们又说要 要控制碳排放 我们要要治理污染 因为地球如何如何 资源如何如何 这些呢 道理呢 大家都知道 那当时 这种情况我们不知道吗 这些聪明的人跑到哪去了呢 我们现在看 人类做过的愚蠢的事情 不计其数 就是人的欲望啊 是无耻劲的 通过技术手段 来满足人的欲望 从长远来看呢 那你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未来 完全交给这个 所谓技术进步 技术理性上 那么将来呢 你现在识别不了 将来呢 就会导致无法晚会的这个危险 这就是为什么 小布什 在美国参加 这个 04年的选举的时候 大家就说 这个人呢 脑子不行 这个英语都说不清楚 这个打仗 一个要代替上帝的人 讲宝宝主义 他的这个观点啊 他的为什么要保持这个旧的传统啊 那么他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 那宝主义的支柱呢 是四个 一个是信仰 基督教信仰 一个是爱国主义 一个是家庭 这个家庭特指的是传统家庭 就是基于圣经 教导圣经原则的家庭 还有一个是私有财产 那么这四条很重要 但是这四条里中呢 第一条呢 是基本 那个后三条呢 都是基于第一条才有的 那么这也就是过去的 我们说的这个犹太基督教传统 那么如果要是否认了上帝 否认基督教的基本信仰 那否认了圣经的原则 那这个时候 还有没有保守主义呢 当然了 保守主义不等于基督教 那保守主义 就是持保守主义观点的人呢 也可以不信上帝 也有很多不信上帝的人 持保守主义 但是说到底 在人性的问题上 在终极真理的问题上 那么保守主义就没有办法 来和所谓的自由主义激进 来进行斗争了 因为这时候呢 就有一个 一个很简单的 很终极的问题 就是到底我们做的 所有的这一切 人类社会的这一切 是为了谁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上帝 还是为了我 为了人 如果是为了人 那就是个人意志 那个人意志 就是唯一之论 好 如果人人都是这样 如果人人都是以满足个人的意志 个人的诉求 个人的利益为目标存在的话 那掌握社会中资源最多的权力最大的那个人 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统治者 他也是要满足他的利益诉求 他的意志 那他就跟所有人一样 每个人随心所欲 他也随心所欲 那么他的随心所欲的后果是什么 那他要统治全世界 那他就是法西斯 那一定是这个结局 这个后果是极为恐怖 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保守主义不能容忍这个 那么保守主义的根基是什么 保守主义的根基和灵魂 圣经是保守主义的根基 保守主义的根是扎在了基督教的教义 是基于圣经的原则了 所以呢 圣经是保守主义的根 是保守主义的灵魂 那么自由主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自由主义最后推到终极啊 自由主义的底色呢 它是无神论 而这个保守主义呢 它得推到有神论呢 那么自由主义是 古希腊罗马的理性人文主义 这保守主义承袭的呢 继承的呢 是犹太基督教的传统 你要说这两个大的这个脉络 这两个大的路线 是不是在具体问题上 完全都是对立呢 也未见得 但是在终极问题上 一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一个是以上帝 为他的核心 一个是以个人为核心 那以圣经为根基的保守主义 这时候我们要问 就是说你这个宝 宝的是什么 你守的是什么 说宝的是传统 守的是秩序 仅仅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变成了就是 完全是排斥新生事物 新鲜的变革 变成这样的一个 没有理由的一个派别 那它是不可能存在到今天 它要保的 要守的 说到底是什么呢 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和基本法则 那么由这个东西衍生出来 派生出来 传承下来的东西 他都认为应该保守 当然了 这个保守和变革 和改善改良 这些东西 不是绝对的 完全的非黑即白 但是它有一个相对性 这个相对性就是 是不是我们现在来倡导的东西呢 和过去呢 有传承的 有这个连续性 是不是符合人类社会 最最基本的这个伦理观 道德观 符合圣经的价值观 如果不是这样 当然也可以 但是呢 那就是一种极其不好的 极其危险 极其恐怖的一个结果 如果你要是以圣经价值观为根基 那你所倡导的呢 所谓追求的呢 我们可以说是基督教文明 这个基督教文明呢 它不仅让信仰基督教的人受益 实际上呢 它维持了整个人类的基本面 是整个人类的目前来说 到目前为止的这个规则 人类社会的标准 这个各个方面 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所以如果不是以这个伦理 圣经价值观 不是以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为根基 你来谈这个自由 来谈平等 是非常非常危险 而且是不可能的 危险在哪呢 就是人的欲望是无耻性的 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人是有缺陷的 是有原罪的 那么这时候呢 把它放大到极致 大家可以想想 这是一个什么后果 那么所谓这个平等 这个平等非常好 但是这个平等有没有呢 平等永远也不可能有 不可能有的原因就是 自由是就一个个人和上帝而言 那么说自己 是个体来说 你有没有这个平等的 是对集体而言 那这个集体是什么意思 这个集体呢 就是两个人 或者说两个人以上吧 那么这时候呢 你要在这里头来实现 所谓的平等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是要起点的平等 还是终点的平等 如果你要求起点的平等 那也许还有可能 我们来讨论一下 如果你要求终点的平等 那根本就没有可能性 就是你要求结果的平等 那每个人的付出不一样 每个人的先天的条件不一样 那在什么意义上是平等的 就是人人都有罪 人人都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 有原罪的平等 有受救赎的平等 有被审判的平等 但是在世俗方面 所谓世俗的平等是财产的平等 房子大小 这个赠钱多少 这个 这个 气而如何 享受如何 你要在这方面 权力名誉上都追求平等的话 那这个就是永不宁日 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个口号呢 就带有太大的迷惑性 当然我们不是说 不平等 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而是说 这种世界万物的不平等 它在人类的表现上呢 也跟世界的万物是一样的 就是不是工厂里头制造出来的 我们不是机器零件 所以不可能存在着一模一样 那这一说 这个追求自由 追求平等 那么对保守主义来说 好像他很保守 他反对这个 不是这样 而是这里头有一个极大的误会 用自由平等 博外这些口号 来鼓动老百姓的人呢 实际上他们上了台以后 历史证明他们既没有给老百姓自由 更没有给老百姓平等 这些东西就是一个旗帜吧 那怎么样就能得自由呢 信仰基督教的人都知道 就是上帝的圣灵和真理 能够把人从世俗的这捆绑中的 能拯救出来 让你呢 变成一个新人 这时候呢 你在世俗的社会中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 这样的问题 那样的保难 但是你在精神上 你是一个完整的 你感觉到 你在上帝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圣灵中呢 你有一种喜悦 有一种平安 那这就是信上帝得自由的原因 就是让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呢 不是 世俗的一种意义上的自由 那这个自由 为什么你会有一种喜悦呢 因为上帝和人立了约 你有一个圣约 你要对家庭负责 对群体负责 对社会负责 那么这种责任感 就是对上帝的责任 对其他人 对这个社会的责任 这样的一个责任呢 是一种自觉的 而不是别人给了你钱 你要这样干 或者是别人迫使你 你要这样干 是你的一种自觉 这样的一种行为 构成的一个社会呢 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和谐的 所以这保守主义呢 他要坚持基督教的信仰 为根基 不是说他反对这种平等 反对自由 而是说他要把这个 人和自然 人和上帝 这三种关系呢 协调考虑 统一考虑 这种考虑呢 是有道理的 那没有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那这个保守主义 就不需要存在了 当然你还可以反对革命 你可以用其他理由 但是只不过就是 夺权过程中的一派 和另一派而已 那么用这个 艾登博克的话说呢 就是这个保守主义的 祖师爷 他的话说就是 历史是上帝意志的 不断展开 而不是人的意志的 不断展开 那保守主义跟信仰是什么关系 保守主义跟信仰的关系是 保守主义呢 本身呢 是基督教文明 在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副产品 就是基督教是让更多的人呢 能得着这个自由 是让人归于基督信仰福音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有些人呢 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 同时呢 把它呢 表现在政治领域 思想领域 意识形态领域里头 那就出现了 我们刚才说的这套体系 这种政治哲学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呢 我们就是说是体现了基督教对政治思想 意识形态的影响 你让基督教不对他产生影响 是不可能的 这不是说基督教要去影响政治 而是说 每一个人的社会分工不一样 那么相信基督教价值观的人 他来解释社会 理解政治 他在掌握资源 分配资源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个基督教的伦理观和价值观 那么保守主义 把基督教的信仰作为根基 受基督教的信仰的影响 但是毕竟呀 这是一种政治哲学 一种政治领域里头的体现 保守主义本身呢 它不是神学 它不是基督教的信仰 当然他更不能代替基督教的信仰 刚才刘俊宁老师也说了 信仰基督教的人不一定都是保守主义 坚持或者主张保守主义的人 也不一定都信仰基督教 但是呢 从整体而言呢 没有基督教那就没有保守主义 因为它的根基就没有了 好 那么保守主义是什么 我们大概呢梳理了一下 那现在要谈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在生活中呀 实际上极其罕见 很少有人张口闭口 就是保守主义啊 这个如何如何 或者说是这个自由主义如何如何 或者说是激进主义如何如何 没有那么多的主义 现实生活中呢 大家用一个非常简单的通俗的方法 来说刚才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有两个词 一个就是左派 一个是右派 这个左派右派又比较简单 当然这个 这就没有那么学术性 那么这个这个 概念上的这个完整性 但是呢 很传神 那么什么叫左派 什么叫右派呢 这个左派右派 在一般人的思想人的认识中的 就是左派就是主张变革的 社会追求的是社会平等 是革命党 他要求改变一切旧的意识形态 旧的制度 那么革命党当然是左派了 这个右派是什么呢 右派呢就是要主张那种 秩序要主张稳妥 渐进缓慢改良 那他要维护既有的这个传统 既有的秩序 那么过去在有皇帝的时候 那保皇党是右派 那么后来没有皇帝了 但是你仍然坚持这套哲学官的人呢 仍然是被认为是右派 那么左派右派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那就是也很简单 就是1791年 法国开了一个直线会议 那么这个开直线会议的时候 主张渐进改良维持现有持续的这个保皇党呢 都坐在右面 那么他们是支持国王 维护天主教的利益 那么坚持的是传统价值观 因为他坐在右面 他就是右派 那么主张革命的激进的革命党的这些人呢 坐在左面 这些人呢是反对国王 支持共和 反对教会 提倡世俗主义 这些人后来就是成为一个革命者 他们是左派 那么左派和右派 因为他是分开坐了 当时最早的这个名称是这么来的 那么后来呢 他不管坐哪儿都无所谓 他们在思想上是 政治观点上是有本质的差别的 这个差别呢就是 左派主张激进的革命 右派主张维持现状 维持秩序 渐进的改良 那么左派是激进主义 右派是保守主义 那么用这个来衡量社会中发生的一切 那就比较简单 所以人们实际上说的呢 是左派右派 左和右 而不是不用这个保守主义这种学术化的名词 那么左派都是一些什么人呢 左派的这个范围是个什么呢 左派的概念实际上非常大 就是它里面呢也很复杂 我这里头列了一些 是不是全这个很难说 应该说是不是很全 但是主要的应该在这儿 什么进步主义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社会自由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 世界主义 世俗主义 平等主义 左翼民粹主义 左翼专制主义 还有这个绿党 还有反地物主义 反资本主义 无政府主义 这都是左派 当然他们之间呢 也有矛盾 也有不同 但是总的主义呢 是要割掉 现存的市区 这个建立新的制度 那么他们追求平等 那个右派呢 是保守主义 这刚才说了 传统主义 民族主义 资本主义 保守的自由主义 自由意志主义 但是沿着这个方向呢 发展下去 在这个光谱上 推到极端呢 就是右翼的民粹主义 右翼的专制主义 最后就推到法西斯主义 就是左翼和右翼呢 都可以产生极权统治 独裁统治 都可以产生专制 但是呢 它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一个极端的意义上来说呢 这左右双方的 不是完全没有交集的 但是呢 就是看你是 是极右还是中右 是极左还是中左 还是中间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今天不说这个 那么左派和右派的这个定义 刚才大致已经说了 当然我们现在再明确一下 就是左派说来说去 他的这个举的旗呢 是平等 就是他强调集体主义 刚才我们说 就一个人 就谈不上平等不平等 你至少有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人 才有所谓平等不平等 这一说 那在这样 这时候呢 他就是一个集体 他就不是一个个体 那么对待这个集体 我们把它放大了以后呢 他就是主张 这个财富的平等分配 这个听着都非常好 事实上我们知道 人类历史 这这么长时间来 什么时候有过财富平等 这个从来没有过 但是他就要倡导这个口号 说这个大这个旗 说这个漂亮的这个话 然后非常动听 那么他要支持大政府 政府要干预经济 主张是高税收 高福利 让这个干活的 不干活的都能过下来 这是社会主义 国际主义 那个右派追求的是自由主义 右派的这个自由主义 实际上呢 是减少对个人的这个限制 他强调的是个体 也说在经济上 是补障小政府 大社会 反对政府 跟于经济 反对高税收 高福利 他是补障资本主义 国家主义 那么他们都有合理的因素 如果推到极致 都很可怕 但是呢 如果我们在一般情况下 只是相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基本观点而言呢 那么西方经常会是 这个左派上台掌权呢 就来解决平等问题 贫富差距问题 把钱花得差不多了 亏控太严重了 这个右派上台 右派上台呢 来提高效率 增加财富 积累到一定程度呢 左派再来分钱 右派再来赚钱 补库 就是一直是这样 最后走出一个 相对来说 让这个国家 比较中庸 平稳的这个路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如果任何一派呢 它稍微极端一点 它会造成非常严重的 社会的一个撕裂 那么冷战以后呢 这个左派右派 就理解了这个问题 就开始也吸收 对方的观点 什么叫对方 吸收对方的观点 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呢 也注意到这个贫富的 差距 来有目的的来 来这个解除这个贫富差距 分配方面的问题 财富的这个不公 而社会主义国家呢 共产党国家呢 也注意到这个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那么中国呢 是这个主张社会主义 也搞了市场经济 西欧北欧呢 是资本主义 也搞了福利社会 所以他们这个边界呢 就有点模糊了 那么 刚才说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图画 但是这50年来呢 左派主要干什么呢 左派主要是倡导 反对种族歧视 要求这个女权 这个平等 他就是平权运动 搞这个同情恋 合法化 环保主义 福利社会 多元文化 他说的这一套呢 整个 他这个核心呢 是个平等 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 实际上这个平等呢 是不太可能做到的 或者说是太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呢 这个左派就把这个作为一个旗帜 而且呢 因为他们要 要推行这个平等的 他就登上了道德的制高点 大家听了以后 人平等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呀 那他就来 掌握了这个 政治正确的话语权 那么你要不同意这个呢 你就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政治上不正确 当然了 你这个动机有问题 你的这个这个这个结果 你的行为模式 整个都有问题 那这时候 左派就一直掌握着这个 话语权 那但是他把这一套理论 把这一套观念 推到极致以后 成为什么呀 就成了一种偏执 成为了一个 病态的极端化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源泉 那一切事情呢 他都拿到这个政治正确的 这个标准下呢 进行衡量 那美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都 由头 那个耳文都看到了 报纸上电视上都报道了 那么西欧那些国家也有 那么这个严重脱离实际的这种 所谓的政治正确 这个平权运动呢 它实际上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就是一种反向的一个歧视 这就是所谓白左 就是白人精英中的一批人 明明他自己呢 这个是生活在社会的上层 但是呢 他一定要打出这个平等的旗号 坚持正确 政治正确 为什么 因为他这样的话 可以更大的吸引那些下层的 那些个在竞争中 处在这独立地位的人的选票 这个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 那么这样做呢 当然了 否定的是基督教的价值观 这个白左的这个本质呢 就是表面上看着非常的正确 就是为大众 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 这个 它是非常虚伪的 但是它打的是追求平等的谎则 那么如果我们在理论上 在哲学上来进行推导的话 那你这个追求平等 必须是有平等 你才可以追求得到 那么你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追求什么程度的平等 那么如果一直推下去的话 首先呢 就把基督教逃遍掉 所以所有的白左呢 都必然是反基督 反基督教的 那么 现在那个美国的种族问题 基本得到改善 就是黑人的地位提高了很多 权力提高了很多 甚至呢 有交往过正 那么这时候没得说了 打什么旗号呢 就把女权问题 重新恋问题都拿出来 哎呀 这搞的呢 就已经非常的偏激了 那么他在这种 追求平等的幌子下 所做的这些事情的 最后呢 倒行逆时 就是用他们的行动 向人们展示了白左的虚伪 和对社会的破坏 那么坚持基督教信仰呢 这样的一个 主张呢 并不是因为 某些人呢 为了偏好基督教 故意无视社会的这样的矛盾 社会的诧异 而是 他们基于人的常识 知道人需要有精神支柱 需要有信仰 同时呢 也知道 社会上的这样的各种各样子的丑恶 并不是来自于外部 首先是来自于人的内心 好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那么制度的设计 整个法律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造 和人这样的一个本质呢 有着直接的关系 好 那么在政治正确的掩护下 这些东西如果被粉碎 被这个推翻的话 就出现了BLM的运动 就是黑命贵运动 那打杂抢 现在美国还出现了零元购 就是实际上就是不掏钱 到商店抢东西 显然这就是 把人的欲望呢 推到了极致以后 出现的一个病态的一个现象 那么 那么我们刚才谈的是 就是说保守主义 左派右派 这个白左 那么这些东西大概有一个概念以后 我们现在再来说到保守主义 或者是自由主义 对中国的影响 那么中国呢 有发展阶段不一样 发展阶段不一样呢 和西方的和发达国家呢 就有一个时间差 有一个 它不是同步的 那么不是同步呢 可是在20世纪上半期呢 这个 这个美国出现了基督教的 这个基要派 当时的这个基要派呢 后来也传到了中国了 那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么这个基要派是怎么回事 基要派就是基本要道派 就是坚持圣经的原则 坚持到什么程度呢 它就是圣经上的一个字都没有错误 不是预言 而是必须执行的真理 那么这个基要派就比较坚决啊 我们可以这样说 它的特点呢 是毫不妥协 热衷于辩论战斗 不怕分裂 但是这个基要派的这种做法 或者说的 它的这种好战的这个态度呢 不太能够团结大多数 很多人呢 就静而远之 慢慢的他就给衰落了 衰落了以后呢 反而让现代自由主义 让世俗化思潮呢 日趋的泛滥 就是有一个猴子审判案 田纳西州的这个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就不说了 就从那以后呢 就是整个那个 现代派自由主义和世俗化呢 翻起来 都来笑话这个基要派 那么葛培里 卡尔亨利 这批人呢 看到了这个问题 他们呢 就从基要派里头呢 分化出来 分出来不是把基要派的原则丢掉 它是坚持基要派的原则 就是坚持传统信仰 但是呢 不要它的好战和激进 他们是比较温和的一派 所以来把这个经历呢 不是转向跟别人去辩论 而是转向传教 祖道 救赎 那就成了 成就了今天的美国基督教的主流派 就是同音派 那这一派呢 传到中国以后呢 对中国呢 就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那么怎么传过来的呢 他有几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呢 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就是王明道 宋尚杰 尼托生 这些人呢 在三十年代末 在四十年代 他们呢 都起了很重要的 传播基要派神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他们著书立说 开办 培俊班 那么跟他们相对的呢 是所谓的现代自由派 就是这个所谓现代派 或者自由派 在王明道看来呢 就是无信派 赵紫辰 吴咬宗 丁光训 这些人呢 和王明道 宋尚杰 尼托生 这完全是对立的 那么王明道 写了一个文章 我们是为了信仰 这个我们是为了信仰的 就是声讨这个基要派 就是基要派声讨 现代派的这个西文 那么美国的基要派呢 当时呢 为了维护正统的信仰 传统的信仰 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后来呢 它的传承是现在的福音派 但是中国呢 当时的基要派呢 在坚持基督教的传统信仰方面 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可以说是 虽然晚于美国的基要派的活动的 这样的一个节拍 它不是在同一个世界里 晚了那么一段时间 先在美国兴起 后来到达中国 但是呢 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可是呢 它因为这个时间上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差 这个美国的基要派 后来呢 分化出来的这个温和派呢 就葛培里他们这一派 变成了福音派 继承了基要派的原则 和神学观 但是呢 改变了基要派 在做法上的一些 僵硬的或者是激进的做法 好战的这种做法 那么团结了基督教的大多数 可是中国的基要派呢 还没有成为中国基督教的主流的时候 就发生了问题了 就遇到了49年 就是中国社会发生改变了 为什么没有成为主流呢 就是因为中国当时呢 有70多个拆会 就是所谓拆会 外国的教派在中国建立教会 它拆派的团教室 建立了这个组织叫拆会 这个拆会在中国步道呢 就建立了教会 像长老会 近义会 卫理工会 圣工会 都是如此 那么这些个大的西方拆会呢 大部分是西方现代派的神学体系 刚才我们说的 王明道 宋上杰和尼托生呢 他是本土出现的 他们呢 跟西方也有很多的关系 但是他们的神学观 是基要派的 那么他们呢 不属于这个西方现代派的神学体系 这两派正在斗争的时候呢 遇到了这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 1949年 那么到了这49年之后呢 马斯主义 社会主义 无神论 成了官方意识形态 那么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时候 基要派的这些领袖呢 他当然不会放弃他的信仰立场 那么他也不接受政府的政治上的指导 那么这时候就 就有一个基督教内部的一个洗牌问题 所谓洗牌呢 就是政府的这个推动基督教内的一批人呢 搞了三字爱国运动 反地爱国运动 那么成立了三次反地爱国运动委员会 来切断和帝国主义的联系 实际上呢 就是来让中国的基督教呢 改变过去的这个面貌 由这个党所信任的一批新的基督教内的进步分子 夺取了基督教的领导权 那么在这个洗牌的过程中 那么这个持基要派观点的这些人呢 正好都是本土出身的 那么把他们就给甩出去了 排斥在外 他们也不接受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指导 好 他们就不能进入新的全国性的和地方各级的三字教会的这样的一个领导机构 那么当时呢 还没有说把各个宗派合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的神学观呢 实际上已经受到了限制和抵制 最后受到批判 那他们就从公共领域都销声密集了 那整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大家都知道 中国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 阶级斗争的一浪比一浪高 那大量的牧者被整肃教堂被关闭 后来我们搞了联合礼拜 搞了联合礼拜以后呢 很多教堂合并成一个教堂 空出来的教堂让他们自愿献堂 这个基督教呢 就极度的萎缩 那不管是哪一派 最后呢 是不管是什么教 就是基督教也罢 其他宗教也罢 到了文革的时候 都是被彻底扫葬 那就是破四旧 利慈欣 这个彻底当地一切污泥着水 那王明道 林献高 谢摩善这些人呢 都在监狱里 那还有一批这个坚持信仰的信徒呢 他们呢 在极端困难 极不正常的状态下 他们还是坚持他们的信仰 那这些人呢 延续了中国基督教的传承 这时候的中国基督教 最重要的问题是 如何生存 如何在高压下保持信仰 那么王明道 尼托生 那个时候 在这个之前 在四九年之前 他们所倡导的保守派的神学观 客观上呢 就成了当时在高压逆境中 坚持信仰的中国基督徒的精神食粮 这一点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76年文革结束 78年改开放 宗教恢复 那么基督教出现了 井喷式的大发展 到00年的时候 中国的基督教 已经从文革前的奄奄一息 发展到了好几千万 那有说保守一点的 三千万四千万 夸张一点的 五千万六千万七千万 八千万的都有 但是没有人否认 他发展到了几千万 那这个数字太大了 那基督教的力量发展了 发挥了 这就是达到了过去历史上 从来没有达到的这样一个数量级 一个水平 这个基督教的质量呢 基督教的构成呢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很多教授医生啊 学者啊 这个律师啊 企业家啊 各界的精英人士 专业人士都加入了教会 那再也不是那个老头老太太 农村文盲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群体了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庞大的 有这么多人加入参加的 而且素质也不是非常低 白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群体 在社会上呢 他的影响呢 非常的小 跟他的人数呢 严重不成比例 就是我经常说这个话 他们是活在社会阴影中的一个巨人啊 他不是走在这个聚光灯下 他是靠着墙边 非常边缘化 那为什么会是非常边缘化呢 就是两个原因 就是外部的原因呢 是政教关系不正常 那政教关系不正常 官方对基督教的政策 对他的定性 对他的定位 那就抑制了基督教的发展 那很多教会呢 不给他注册 不承认 那么承认的教会 三次内的教会呢 受到严格的管控 不管你是三次的 还是家庭的 你都不能大发展 那么基督教信仰的这个空间呢 受到限制 他的公共性呢 受到限制啊 不能在公开场合 在教会之外呢 说基督教 那么这是他的这个外部的一个原因 就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 那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不管是家庭教会 还是三次教会 对自身作用的认知 对自己的定位 对什么是教会 在什么处境下 教会应该做什么事情 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这个呢 是更重要的 内在的原因 那么 怎么就会 有这个问题呢 就是上个世纪的基奥派 因为 他非常强调的是属灵 是生命 那么排斥所有非属灵的东西 在这个现代派 甚嚣 尘上的时候 在美国这种环境下 现代派来挑战侵蚀 基督教信仰的时候 这个基奥派 或者后来的福音派 用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旗帜 来对抗他们 是非常对的 但是中国 完全不是这个情况 在高压下 你坚持信仰这样做呢 也是非常必要非常正确的 到了这个环境改变 条件改变 时代改变的时候 我们现在还是讲 或者说只是讲 属灵不属灵 不属灵的事情一概排斥 那就有点问题 什么是属灵 那教会里头的事情是属灵 什么是不属灵的 出了教会的事情 那都不属灵 这个就打经兵是非常大的 所有的社会上的进步 科学艺术 教育 政治哲学 各个方面的事情 我们该不关注 该不讨论 该不知道 我们不想知道 那被忽略 忽略了以后 你不了解别人 你也不向别人 介绍自己 那别人也不了解你 那是互相不了解 那么不了解的情况下 有一个背景 中国不是美国 不是西方 不是天然的基督教环境 基督教在中国 原来是极少数 让不了解的人 主动的不去误解基督教 甚至善待基督教 那完全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时候呢 基督教呢 就进入到一个 非常尴尬的一个状态中 或者说非常不正常的一个状态中 就是一方面 教会有很多的信徒 这些人呢 非常的虔诚 但是另一方面呢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不谈政治 我们要政教分离 这是非常讽刺的 那么在这个口号下呢 我们只要不谈政治 只要讲这个新约 旧约上的事情 只要讲我们的门徒 培训生命成长提高 得救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就把基督徒的社会责任 完全放弃 远离公共领域 社会实证科研呀 分配呀 这个国家的法治呀 公民社会的建设呀 公民个人的这种责任和权利 和义务呢 一概呢 不讨论 不闻不问 这一种结果的最后的发展的是什么呢 就教会成了一个人造的 人为的 虚拟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虽然是生活在我们的现实中 但是我们进了教会是一个世界 那出了教会是现实世界 教会里头呢 大家自说自话 自娱自乐 自生自灭 那既然是如此 那你对别人根本不闻不问 也不感兴趣 也不关心 也不知道 那么社会的脉搏的跳动 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你对这个社会呢 也就不可能产生影响 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 积极的意义 这就是 七八十年之前 就是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 那个时候 五级要派的保守神学呢 没有在一个社会变化了的情况下 随着时代的转变呢 来做出相应的前进 而还停留在这个时候 那么我们呢 就变成生活在 现在 今天的这个社会里头 但是思想 还停留在七十年 八十年前的 这样一种情况 基督教在中国 发展的最大敌人是谁 就是自己 任何行政的力量 世俗的政权 要想消灭基督教 都是不可能的 也从来没有成功过 但是呢 自己来达到自己 这可能 那么世俗化 消费主义 就在中国基督教 还没有成为中国的主体的时候 没有成为中国的主流信仰的时候 就侵蚀了教会 而整个社会呢 又不知道基督教是怎么回事 十四亿人里头 至少十亿人不是吧 那么你这个少数 如何去影响多数 引导多数 主导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变化呢 那么在这个问题中呢 我们失去了发言权 或者说放弃了发言权 没有想过 在这个困难的状态下 在不正常的状态下 我们应该怎样 在政府 在稍微能够发展的情况下 应该怎样 我们不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 现代派 自由派 不信派 他们当然是错误的 他们的错误在于否定基督教的原则 但是呢 如果我们现在还停留在八十年前的思想 我们是每天只讲一条 就是属灵不属灵的话 而对其他的不闻不问的话 我们就放弃了基督徒今天的社会责任 这个呢 也是错误的 这种错误呢 在洛桑会议中呢 被当时的葛培里 这些福音派的领袖呢 意识到了 所以呢 他们专门写了这么一段话 就是说 我们在此表示忏悔 因为我们忽略了社会关怀 有时认为 步道与社会关怀是互相排斥的 那意思就是 只要传福音就好 其他的都无所谓 尽管与人和好 并不等同于与神和好 社会关怀也不等同于步道 政治解放 不等同于救恩 我们还是确信 福音步道和社会政治关怀 都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 今天的中国基督徒 我们是不是也想到了 我们传福音 我们步道 我们救人 和社会政治关怀 是一致的 是不矛盾的 都是我们的责任 想到这一点了 理解这一点 并且按照这一点行动了吗 这个需要问一下 因为这两个方面 是我们在神论和人论的教义上 以及我们对临社的爱 和对基督的顺服的必要体现 那么 当人们接受基督时 他们就得以重生 进入他的国度 他们不仅必须努力 在这不义的世界中 彰显神的公义 还要传扬他的公义 我们所宣告的救恩 应当在个人生命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都改变我们 我再说一遍 我们所宣告的救恩 应当在个人生命和社会生活各方面 不是只有个人生命 而是包括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改变我们 也就是说基督徒要勇于承担 也应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应该做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负责任的公民 那么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我们爱上帝 我们信上帝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没有其他的 那这样的人和佛教徒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仅在于请上帝保佑我 为我的这个需要 那个需要 来提供那个他的恩典 我们呢 还是站在传统的中国人 对宗教的消费的这个角度上 来理解基督徒的话 基督教的话 那中国的教会是没有办法 有质量的健康的发展的 说到这儿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就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 他们的存在 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如果无视这个社会的变化 对时代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 那么无视自己的责任的话 那么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呢 是有严重问题的 那么这个问题呢 除了外部的条件以外 更重要的要有一个自身的反省 自身的考虑 我讲到这儿 供大家参考 说的不对的 大家批评 好 好了 那个谢谢刘老师 刚才大家 在聊天室里请求你把刚才你最后讲的那个结论性的金句 你打出字来 然后发到聊天室 刘老师 把你最后的一句金句 你的结论 这个请求很多 这个弟兄姐妹 请求你把最后的 你说这个最后一句话 你把它打到里头去 打到聊天室 不着急 这个或者那个 随帮助 这个请静闻帮助一下 好 那我们基本上就接近尾声了 可能会比我们原来的稍稍长一点时间 这个弟兄姐妹 少玩物兆 我们这个没有进行查线 这个一直在进行 是吧 这个但是呢 很热闹 我们的直播群里有一万人在收听 然后我们线上的也接近 这个我们多的时候八百多人 九百多人 是吧 这个我们也有小一千人在收听 所以呢 非常感恩 我们这个会能开 就是恩典 我们感谢 感谢耶稣 也把荣耀赞美 归给我们天上的父 那么最后呢 我做一个总结吧 那么前一段呢 我这个讲了一堂小课 就是基督信仰 这个跟保守主义 这个讲了英美保守主义之根 那么跟今天 金宁讲的是完全一致的 跟刘老师讲的呢 也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我稍稍的呢 再把一些内容呢 再串一下 我们中国人了解 社会主义 甚至共产主义 质本主义是什么回事 至少是知道的 甚至自由主义呢 也不陌生 但是呢 我们不了解 保守主义 不了解英美保守主义 这个保守主义 其实主要就是 因为保守主义为代表 当然现在已经 激怒到中国了 也不了解 保守主义的根基 基督信仰 那么这个基督徒呢 自认为了解 多一点 但是呢 对整个基督信仰的实践 那么特别是 这个耶稣说讲 验你的国将与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就天国的价值观 天国的文化 天国的秩序在地上的进展 这个在整个西方的这个实践 以及它的总结 保守主义的这样一个总结呢 其实也不太懂 所以呢 你不要认为你是基督徒 你就懂得基督信仰 这个你如果认为你知道 你其实就是什么也不知道 我们不了解 我们不了解信仰 我们不了解 这个神本主义 我们中国人比较了解的是 人本主义 所以包括今宁刚才提到的英识 甚至包括李哲后 也包括中国历代的这些 儒家的大人物 那么其实呢 他们为什么始终没有走进基督信仰 包括英识 是吧 英识 其实他对基督徒非常友善 是个很有爱心的人 但是他始终隔了一层 他希望自己为天地利心 为生命利命 为万事开太平 其实把自己当成神了 这个已经就没有办法跨进 这个信仰的领域 其实非常可惜 我们在人本主义里面 这个泥潭里面打坑坑 打转转 坑里面打转 没有办法进入神本主义 也不了解 我们了解苏东为代表的西方 欧陆为代表的西方 不了解英美的西方 但是我们今天需要了解 我们需要了解保释武艺 我们需要了解新教文明 然后我们也需要了解神本主义 那同时我们要进一步的反思 我们的信仰 基督信仰 了解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文明 也是为了每一个基督徒 更好的活出你的信仰 做光做眼 那么简单讲呢 其实呢是这样的 这个基督信仰 是根 然后呢 这个保守主义呢 是花 如果我们说这个树枝是什么呢 就是宪政法 是市场经济等等 那么现代文明呢 就是它的果 这个现代文明的本质呢 实际上是基督文明 因为没有基督信仰的根 那么没有 就没有这些花 也没有这些树枝 当然也就没有果了 所以我们羡慕现代文明 那我们就要回到 这个基督信仰的根 但是光回到基督信仰的根 还不够啊 是吧 你还得有花有枝吗 基督信仰是保守主义之根 这个经营今天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大家不需要再去太多的怀疑或者探讨 当年有一本书 其实呢 这个我认为它就是保守主义的一个著作之一 叫新教伦理知能主义精神 或者你不把它认为保守主义也没关系 但是它无疑 它揭示了就是这么一个果 市场文明的果背后是什么呢 是新教伦理啊 所以新教是市场经济的妈妈啊 市场经济的就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对吧 那我们还知道另外一本书就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啊 那么他讲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一句话啊 新教呢是宪政法治也就是现代政治的妈妈啊 那当然还有一本书啊 这本书叫清教徒的礼物啊 那么写的是现代管理以及现代管理学是怎么诞生的啊 那么也是一句话 新教是企业管理或者叫现代管理的妈妈啊 所以我们知道呢现代文明啊 现代经济现代政治现代管理啊 其实背后是什么呢 背后是新教啊 那么新教究竟为什么它能够产生这些现代文明啊啊 其实中间的是一个保守主义啊 私人产权啊 自由市场小政府大社会啊 当然还有政治保守主义啊 限制政府的权力啊 权力制衡啊 这个公民权 公民有职强权啊 信仰自由等等 那么很多啊 那所以呢 回过头来啊 如果我们以前读过马克思韦伯啊 读过托克维尔啊 读过啊 这个霍坎兄弟啊 那么今天的回过头来 其实呢 把它串起来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保守主义啊 保守主义对于基督信仰啊 清教徒的秩序观念的一个总结 一个阐述啊 其实就是保守主义啊 那么基督徒呢 在漫长的时间里面 其实他们都默默的在干活啊 没有进行什么总结 但是后来他们不断的受到进攻啊 他们进行重新梳理的时候呢 那么就出来了啊 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背后是什么 实际上是新教文明 新教文明的一个阐述表述呢 其实呢 你可以理解为啊 就是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是对新教文明啊 这个清教徒的观念秩序的一种总结 那么我们知道新教改革啊 从马丁路德开始啊 后来经历价文主义啊 日立瓦 然后后来呢 荷兰啊 第一个新教的国家啊 然后是英国啊 英国新教化啊 然后是美国啊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新教文明的国家啊 那么这个今天呢 这个可以说已经领导了整个世界500年 但是呢 对他的整个新教的实践啊 怎么去做一个主义 做一个理论上的总结呢 其实我们现在就看到了保守主义 那么当我们讲到英国的时候 有一本书啊 我是推荐大家读的啊 就从古罗马英国到美国独立啊 那么这个呢 恰恰也是我们一位中国学者写出来的啊 附近啊 他写了古罗马时候的英国啊 古罗马时候的英国就已经把基督教传到英国了啊 而且呢相对来说保持得非常好啊 那么一直都没有大的破坏啊 那么后来啊 这个宗教改革之后啊 从日立网啊 价文主义又传到英国去啊 跟他融会在一起啊 所以英国的啊 非常重要就成为现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源头啊 但是他这个是追逐了多少呢 追溯了1600 1600年啊 但是呢再往前追溯就是什么呢 其实呢 那就是我们知道啊 就可以追溯到出埃及了啊 就可以追溯到以色列啊 所以整个从犹太啊 西伯来啊 然后到基督教啊 这个就是5000年的文明 所以美国的历史呢 并非是200年啊 而是5000年啊 刚才今年呢 推荐大家读这本书啊 飞越5000年啊 那么这里面就讲美国28条的立国原则啊 仅仅用200年的时间啊 人类就完成了一次5005000年的跨页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条原则都是从圣经中出来的啊 没有一条原则是美国的国父们发明的啊 他们只是发现啊 不是发明了这些原则 能没有这个本事啊 人是从上帝的启示里面得智慧 而不是自己用理性想出来的啊 所以美国不是用头脑建构的一个国家 而是圣经启示的一个国家 那么我们知道啊 这个理解中国了 我们需要知道孔子老子啊 理解美国啊 理解现代文明 我们需要知道耶稣基督啊 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启示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叫神明秩序 神定秩序啊 Divine Order 保守主义等等基本的知识 否则呢 你虽然有信仰 是吧 你待在家里还是没问题的啊 但是你出门就出不去了啊 为什么外面前是狼啊 狮子呢 便利吼叫啊 在那吞尸可吞尸的人啊 你连个武器都没带啊 那你怎么出得去呢 你出不去啊 你更站不稳 你也打不赢啊 那你就只能像鸡 李老师刚才说的鸡要派啊 你待在家里还行 守得住你的信仰 但是呢 你没有办法把基督的大爱啊 这个真理的大光啊 传递出去 那么刚才啊 这个经营讲到Divine Order 神定的知识 是吧 其实呢 在十界里头 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权啊 自由权啊 财产权都已经讲得清清楚楚 甚至呢 其实也有信仰权啊 那洛克讲了 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是不是文明社会啊 就看他有没有基本的 这种自由权啊 这个生命权财产权等等啊 是吧 那么其实就是什么世界里头来的 遗憾的是呢 别说一般中国人啊 就是经常跑美国的中国的企业家啊 甚至官员等等 甚至我敬重的一些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啊 我们都对此了缺乏认识啊 刚才今天您讲了银食啊 我还要讲你之后啊 甚至包括社会员美国所的这个刘老师的老同事之中营啊 这都是非常棒的公共知识分子啊 但是当他讲美国的时候呢 你听他讲 他讲法国也差不多啊 他根本就没有抓住美国的根本 那么经营的这个保守主义呢 这个刚才我已经推荐大家读了啊 这个当代思潮重书啊 这个已经多次再版啊 这个大家可以在先知书店买到这个书啊 那么经营呢 这个我很真的是我感谢神啊 这个神有恩典在中国啊 神真的怜悯中国啊 他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吧 老呆在家里啊 守着基要派啊 现在还没走出去呢啊 说这这个时候呢 他又欣喜了经营啊 那么经营呢 最终呢 这个他走到了保守主义啊 这个这条路线上来啊 这个其实保守主义的前面就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再往上跟上就是基督信仰啊 所以呢 昨天这个在这个会之前 我问了经营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我也是特别特别的感恩啊 特别特别的开心啊 我说经营啊 这个是吧 我说这个通向啊 这个啊 我们说当我们讲神定志气啊 通向这位耶和华神啊 亚威的唯一的道路 是不是耶稣基督啊 他说yes 是的 大家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 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啊 经营是相信承认耶稣基督是道路真与生命 就够了啊 我们走向这位亚威啊 这位神啊 旧约所启示的神啊 同时也是通过新约通过耶稣来启示来彰显来活住的神啊 我们只有透过耶稣才能走向这位亚威啊 只有透过耶稣才能认识这位亚威也只有透过耶稣啊 效仿耶稣才能活出这位亚威啊 所以呢 大家就大家就知道这已经是 这是意味着什么啊 那么他也一再强调除了上帝启示的神定的秩序啊 神定的秩序 一切人所建构的政治制度都是无言之水 无本之目是无法经受历史和时间的考验都将轰然崩溃啊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法治社会就是有很多法是吧 光有法力是不是法治社会啊 除非这个法治社会是什么呢 符合就王法是符合天理啊 天理在哪里呢 就在啊 这个西乃山上啊 上帝定的十条诫命里头啊 非常清楚啊 除非这个法治是把权力制衡起来 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啊 就人民通过法治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权力呢 不然再出来吃人是吧 那么啊 这个过去我们说喝正猛名虎啊 实际上最最可怕的不是老虎 老虎吃的人很少啊 最可怕的是啊 这个权力权力的立围坦啊 权力的怪兽啊 是权力把人民装在笼子里 随时想吃谁就拎出来吃 还是人民把权力装进笼子里 这是法治的根本啊 那么为什么人民有资格有权力啊 把这个呃 把权力的怪兽装进笼子里呢 那你就得看圣经啊 因为圣经一开始啊 就讲了 你们要生养众多变满权力 治理这地 换句话说啊 他一开始就把治理大地的权力给了他的百姓 而不是给了君王啊 所以所谓的君权神兽是没有圣经的依据的啊 这个民权啊 老百姓治理 人民啊 神的子民治理这个大地的权力 是在创世纪啊 我们看到一开始就定下来了 同时呢 在世界里面又以生命前进一步的进行的保障啊 所以我们说什么叫法治社会呢啊 法治社会这个法治必须符合啊 这个法王法必须符合天理啊 就是神定的这个秩序啊 以此同时呢 这个必须是啊 这个民有民智民想 那么这个自由啊 这个当我们讲到自由是吧 自由权啊 那么这种自由很显然啊 跟大家经常听到的 以前自由主义讲的自由是不一样的啊 自由主义讲的自由就是你少管我 我想怎么地怎么地啊 而保守主义讲的自由很简单啊 这是上帝之下真理公义之上的自由啊 所以呢 我记得美国呢这个以前啊 不管怎么斗来斗去两档斗 但是under the god 就上帝之下啊 大家既然如果大家都在上帝之下 我们俩有不同的意见是吧 就像林恩拜跟福音派一样 那还是兄弟啊是吧 那叫兄弟之爱啊 还是兄弟之爱啊 但是如果有一方说 我们已经不承认上帝了 把under the god 拿掉啊 那对不起了啊 那就是左右之争了啊 这个一个是left 就偏离上帝啊 偏离上帝是什么呢 经营讲的非常好 那就是悖逆啊 背离上帝 背逆上帝啊 另外一方呢 我们要right right是什么呢 这个翻译为叫右啊 其次呢就是要回到上帝的那个正确的地方去 以果的悲惨世界告诉我们 没有基督这个世界是悲惨的 有了基督这个世界呢 才充满盼望 还不再是非诚实际 那么陈浩武啊 研究中国的改革 以前也参与中国的改革 最后他发现中国改革又一次失败了啊 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中国的改革从洋务运动到今天啊 使徒呢 建构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啊 那么到今天呢 再次走向失败 因为没有啊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没有一种文化啊 这个既有把权力装进笼子里的能力啊 所以中国的股市呢成了权贵掠夺的赌势啊 整个国家的也变成了权贵的猎场啊 权贵再一次把市场关到了笼子里啊 把所有的人再一次关到笼子里 腐败蔓延到前社会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癌症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看一场电视 都在看一场大剧大剧啊 这个剧的结果呢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 这个而且呢 这个是吧 大家也不想看啊 但是还不能按快捷键啊 其实就这么一个状态 如果没有一个核四的文化土壤 请问我们如何在文化的沙漠中 种植现代文明的水道呢 所以所以我一再强调 我说中华文明的前途就在建构 传统中国文化与基督性 相融合的新中华文明 但是它的根是什么呢 它的根子蓝色基督性啊 那么这个就是中国有十字架变革的 这个含义 所以我们了解保守主义的 我们是为了中国 中国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啊 中国如何吸收世界的优秀文明 了解保守主义的也是为了教会 我们要从主义反思信仰 同样的我们要从信仰来反思主义 你能够接受哪一种主义呢 狐狸糊涂就被这个左派 那个左派拐跑了 一会被白红左拐跑了 一会被白左拐跑了 这个被人拐 卖了还要替人数钞票 这个实在是悲哀 狐狸糊涂的基督徒们 能做光作严吗 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狐狸糊涂的教会能拓展上帝的国度吗 能成长使命吗 显然也是答案也是否定的 所以说我们要祈求神的怜悯 神的光照 我们要悔改 悔改才能有复兴 悔改才能被神所使用 刚才刘老师讲了 中国教会是什么 活在社会英语中的巨人 这个话说得太好了 你那么多人你做了什么呀 那么重要的不是别人阉割了你 别人捆绑了你 是你自己在灵里面捆绑自己 自己在灵里面阉割自己 是吧 就像以色列人 上帝明明把他们从埃及解放了 是吧 他们肉身已经解放了 但是他们在旷野中的时候 不断的回望埃及 他们的灵还是奴隶 他们自我困绑 是吧 自我阉割 最后呢 老得上帝都发脾气了 在路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然进入我的安息 最后他们撕起了加拿美帝的印象 中国教会也一样 是吧 有些教会可能被掳掠了 有些教会你没有被掳掠 但是自己掳掠自己 自己严格自己 就像走在旷野中的教会一样 走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一样 活在社会阴影中的巨人 不是说人家就不给你阳光 上帝没给你阳光 你喜欢活在阴影中 你缩头缩脚 你自己把自己束缚 限制在阴影当中 不难怪任何人 保守主义融入了许多其他世俗的非基督教的思想 但是在根本上 保守主义是建立在信仰根基之上的主义 这个信仰是基于圣经 耶路撒冷智慧的犹太教基督教信仰 那么这个呢 都是经营的言话 这个我再次强调一下 这句话很重要 保守主义是建立在信仰根基之上的主义 这个信仰呢 是基于圣经耶路撒冷智慧的犹太教基督教信仰 非常清楚 那么这个同样 美国保守主义师傅 拉塞尔赫克也讲了 美国智系的根基就是基督教 还有呢 我们说中国现代文明呢 我们需要再起步 这个因为我们原来的根基不对 根基不对 你这个楼是建不起来的 你只能建五层楼 你非要建五十层楼 一定会倒 所以你得把根基往下扎 这个根基是什么呢 我们说我们叫基督才正在根基 基督才是呢 这个这个在基督的磐石上 我们建现代文明的根基才有可能 所以我们需要从传统文明 目前的这种潜贵经济的状态 转到真正的现代文明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他所检显为自己产业的那名是有福的 同样我们说以耶和华为神的 中国才是有福的 耶和华检显中国做自己的产业 产业的那个中国教会 中国的这个基督服才是有福的 刚才今年讲了思想的版图 思想的版图的变化会带来一个国家的变化 我非常相信 这个他讲的特别重要 特别对 所以属灵的征战呢 也表现为思想的征战 是吧 思想意识 这种观念各种各样的征战 那么知识分子呢 中国叫知识分子 其实更正确的词呢 叫知识人 就像邪家一样 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先知 知识分子的心在哪里 这个民族的未来就转向哪里 知识分子的眼睛能看多眼 这个国家的未来就能走多眼 那么非常感恩 我们过去一百年 我们拥抱了各种主义 我们在各种 这个沙滩上建根基 但是今天我们终于开始拥抱保守主义 我们今天终于开始在基督的信仰上建根基 在基督的磐石上建根基 那么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变化 也是他们眼睛的这种拓展 同时也是思想反途的变化 意识着什么 意识着一个复兴的中国 一个转化的中国 一个基督化的中国的必然到来 挡都挡不住 中国的现代启蒙需要再启蒙 刚才金银讲的对 以前我们只懂的法兰西启蒙 一讲什么叫西方文明 自由平等不爱 那是法兰西的 法国人搞的那一套 这个不要上帝的 不要神的 自由平等不爱 而新教文明他强调的是秩序 自由 然后再讲这个公平 首先讲的是上帝的秩序 然后才讲自由 这个自由是上帝之下 真理公义之上的自由 那跟法兰西启蒙完全不同 这是苏格兰启蒙 苏格兰启蒙是在神的 在上帝之下 这个在信仰之上的这样一个启蒙 那么我们需要经历这样的启蒙 很遗憾中国过去 你看这个陈多秀 这个陈多秀的启蒙 典型的是红左的启蒙 法兰西启蒙 胡适是白左的启蒙 所谓的自由主义 然后到了改革开放 以南方朱默为代表的 他们试图给前中国人启蒙 然后等到2020年 发现他们一个个掉到坑里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经历信仰 信仰的启蒙 保守主义的启蒙 他们不懂苏格兰启蒙 他们只在法兰西启蒙里边打转转 他们是白左对红左的启蒙 五十步 效益百步的启蒙 这种启蒙 最后只能掉到坑里 可以说完全失败 所以中国所谓的五四的启蒙 法兰西启蒙完全失败 那是红左的启蒙 然后改革开放之后的南方朱默 南中汉为代表的启蒙 再一次失败 那么现在的真正的启蒙 才刚刚开始 就是信仰的启蒙 苏格兰的启蒙 保守主义的启蒙 中国的未来 它的道路才开始变得清晰 我们要从红左白左的那种启蒙 进入到基督信仰 以保守主义的真正的中国的启蒙 中国的教会的归正也要是要再起步 我们总说归正归正 归回到正确的地方 所以保守主义的你可以理解为要保护 守住神的正道 守住真理 守住那正确的 正确的你不难改 一加一就是等于你难改吗 不难改 上帝的真理难改吗 一个字也不难改 是吧 这就叫归回 归回到那正确 守住那正确 保护那正确 这叫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不是说你行为保守 保守主义是守正 这才是守住正确 守住真理 这才是它的本意 那么当然 这个中国教会不仅要守得住信仰 而且要能够出德其做光 基要主义很好 王明道 这个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他只能守得住信仰 他出不去 因为他不关心社会 你不关心社会 社会也不关心你 真正的信仰是什么 在上帝 这个呼召我们去的 每一个环境 处境里面 活出基督 这是真正的信仰 只在教会里面守住信仰 这个是不行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这个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被呼召出来 他活出他的信仰 所以他是信心之物 中国教会也要再一次被呼召出来 我们又能够出得去 不仅守得住 而且要出得去 而且要靠着耶稣 能够站得稳 最后呢 还要打得赢 这才行 打得赢就是 真的就是做花作严了 走出去 站得稳 传得出 打得赢 需要好的装备 这个装备是什么呢 当然很多方面的装备 包括我们的神学装备 对吧 也包括了 这个保守主义的装备 那么刚才刘老师讲得很好 这个 是吧 大多数基督徒 在不介入政治的口号下 免离公共理议 对社会实证 科研创新 分配正义 法治建设 公民社会 不闻不问 是吧 这叫什么呢 这就是自己主动的活在阴影下 自己主动的阉割自己 是吧 自我捆绑 自我阉割 走在 明明你从埃及出来了 你不要在旷野里面 给自己属灵的 这种捆绑 就是他已经脱离了 路身已经脱离了奴隶的状态 但是他在灵里头 仍然是在奴隶的状态 而这样的一个奴隶的是 不配建设 这个加拿美帝的 所以他们就失系了 神的应息 还有了这个 这个刘老师讲到 这个洛桑信约 就是我们要对 这个 这个福音使命和社会使命 双重委身 福音不道和社会政治关怀 都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 这些话都讲得特别好 这个 然后他说 自说自话 自一自乐 自生自灭 成为基督 今日基督教教会的写照 这是七八十年之前 基要派保守神学的消极影响 这是中国基督教发展最大的敌论 这个现代自由派 不信派是错误的 但是放弃基督徒的社会责任 也是错误的 我非常感谢刘老师 刘老师也是神赐给我们中国教会的宝贝 这个神黏名我们中国教会 神爱我们中国教会 不愿我们在旷野里面 一代人就这么死掉 希望我们进入到加拿美 所以神兴起了刘老师 也兴起了这个经营 向我们来发声 让我们来思考 从信仰来思考主义 那么信仰其实是有公共性的 前面我们讲 刘老师说不仅是个人生命 也包括我们的公共性 其中一个叫行公义 是吧 那么行公义是基督徒的使命和责任 可以这么说 这个非常清楚 刚才经营 他想引用这记经文 就是马太福音六章十节 愿你的国将云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个基督教进入到这个世界 可以说 我们看到他经常受逼迫 但是本质上是基督教在逼迫这个社会 当教会建立起来 基督徒站在那里 他们真正的做光作员的所有 就让这个社会看到他的邪恶 就看到他的这个不义 所以当他们很难受 所以他们回过头了 要来逼迫基督徒 要来逼迫教会 为什么呢 因为天国已经进到这个地上来 天国要改变这个地上 天国的文化 天国的价值观 要行在这个地上 就是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包括神定的这个秩序 就要在地上获得 他们不舒服 那么神定的秩序里面 有一个特别重要 就是公平正义 为宴公平如大水公棍 公义如江河滔滔 然后呢 这个什么是善呢 耶和华一指是你何为善 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头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第一件事就是行公义 其次呢 才是好灵力 存千辈的心 以你的神同行 你不行公义 神都不以你同行 所以行公义呢 是守善 是善的第一条 基督徒如果你不行公义 你就是个恶人 你没有善在你里头 在新耶的时候呢 这个耶稣的指出啊 就更加的尖锐 耶稣指责文士和法律善人 说他们假冒伪善 这个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律善人 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薄荷回香秦灿 限上十分之一 那立法上更重要的事儿 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 所以耶稣废弃立法了吗 说立法不重要了吗 没有 耶稣说我来不是废弃立法 乃斯要成全立法 是吗 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 天地可以废弃 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 耶稣要成全立法 那么他的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不是这个线上十分之一 做点好人好似的学雷锋 不是 是公义怜悯信实 公义摆在第一条 这个更重要的是 更重的是反倒不行了 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 你看重要的话要说三遍 他第一遍说了 论立法上更重的是 第二遍是什么 是你们当行的 然后后面又补充了一句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如果你不行是什么呢 你就落入在假冒伪善的文思 和法利塞人当中 你就是跟他们一样 整天讲的要做好人 要做好基督徒 要行善 然后你说我们教会 最近看放了老人孤儿宴 但是对门口你的灵舍被强奸 被迫害 你从来不发生 从来不关心 就像那个沙玛利亚人 这个里头的那个 什么这个立位人一样 躲着就走了 然后耶稣说 你这假冒为善的文思和法利塞人 你这假冒为善的教会 你不做是吧 你放弃你的责任 爱主必行公义 不行公义可咒可主 你会受助主 真正爱主的也是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 这能就是爱我的 有了命令遵守才是爱主 若有人不爱主 这能可咒可主 你看到吗 可咒可主 不行公义的人 神是不会与他同行的 前面我们讲的 这个与行同行 前面第一条行公义 那么新约里面有西面的例子 西面呢 这个他首先讲 这个他有他公义 公义和敬钱 因为公义和敬钱 圣灵就与他同在 所以他就 这个他就能够认出 耶稣很小的时候 他就能够认出这是米赛亚 他特别的高兴 他终于见到人类的救赎了 终于见到米赛亚 他为什么能见到 为什么别人都不见 见不到呢 因为他有圣灵 为什么他有圣灵呢 因为他有公义和敬钱 所以我们知道一句话 能非圣洁 不能见主的面 同样我告诉各位 能非公义 也不能见主的面 主离你奄奄的 因为神是公义的神 圣洁的神 他不能跟误会邪恶在一起 也不能跟不公义的人在一起 行公义不是你的兴趣 你说我对这个有兴趣 我对政治有兴趣 No 不是说你有没有兴趣 你有兴趣就行公义 你没有兴趣就不行公义 也不是你的恩赐 就是这个行公义 我有恩赐 他没有 不是 而是像传福音一样的 必须 不管你有没有兴趣 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恩赐 你必须这么做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 神圣的使命和责任 就像传福音 是每一个基督徒 神圣的使命和责任 是一样的 那么中国教会 需要保守主义的装备 当你如果不是 只是躲在教会里边 守住你的基要信仰 而是要出去 做光作员的话 你需要保守主义的装备 你需要拿一根棍子 需要拿起武器来 既需要从信仰 思考主义 当然也需要从主义 思考信仰 所以保守主义 和基督信仰 终究它会走到一块 基督才是世界的答案 当上个世纪 人家问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基督徒都跑到教会去 不回答 不关心 没答案 那你们就否定了耶稣 耶稣说 我是道路 我就是道路 真理神 耶稣既然是道路 那么他也是中国的道路 他是世界的答案 是吧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 任何人都不是这个世界的答案 只有耶稣才是答案 但是人家说 我们不认识耶稣啊 我们就认识基督徒啊 就认识教会啊 人家来找你 你有没有答案呢 保守主义相信一切社会问题 它的核心都是信仰与道德问题 那么这个我们说保守主义之父啊 埃德蒙伯克 他就认为从本性上讲 人是一种宗教性动物 所以呢宗教 他指的宗教其实就是基督信仰啊 符合人的本性构成了欧洲历史与文明独特精神啊 基督宗教精神 并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基础是万善万福之言啊 同时他还提出他政治问题本质上是宗教问题和道德问题啊 所以你在谈政治啊 其实人家在谈宗教啊 你在你在你说人家在关心政治 人家说你哪一次眼睛看见政治呢 我们只看到了公义啊 人家看到的是公义 所以政治问题本质上是宗教问题和道德问题啊 当你拒绝关注 其次你在拒绝信仰啊 那么国家权力呢 要来自神圣的上帝才具有合法性 我喜欢当初的美国建国之父啊 这个当年的清教徒他们说的一句话 他们说我们要指着地上的每一块石头说 这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啊 全地都是属于耶和华的 我也喜欢啊 这个荷兰的首相啊 这个开博尔说的一句话啊 他说万西都要跪拜 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为什么呢 因为经上说啊 经上记者主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万西将向我跪下 万口将承认神 啊 感谢主啊 这个今天啊 这个我们又长了一点时间啊 我们的分享啊 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思想者之声啊 我们就到这里啊 明天呢 我们有啊 这个行道者之歌啊 明天的上午的九点啊 开始啊 大家别忘了啊 九点到十二点半啊 这个明天我们再回来啊 今天就到这里啊 谢谢每一个餐饮的弟兄姐妹 和朋友们啊 特别的感谢我们前面的三位啊 重量级的嘉宾啊 上帝大大的祝福 希望每一位 我们下午要吧 circular 我会给大家的一个 分 motivated 我们下午四个月 然后就看然后没关系 我们下午四个月 我又把你